第141章狂风阵阵 欧阳飞死死地盯着屋顶上的少年 心中也是纠结不已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龙奥抵挡不住诱惑 肯定会答应下来的时候 龙奥却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 拒绝了 看着龙奥 所有人都有些发萌 不知道龙奥到底是如何想的 护国堂堂主 星云皇室老祖宗的弟子 星云王国的半壁江山 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 简直诱惑到了极点 不管是何人 相信都无法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哈哈哈哈 龙奥 既然你找死 那就不要怪我 杀 话音刚落 欧阳仲一个剑步已经窜了出去 这次明显是动了杀星 身上的气势也从强悍转变为阴朗 龙奥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躲闪之下 郑魂印和坟明印再次使了出去 毁灭印绝的前两印 郑魂印和坟明印虽然百发百重很强大 但境界上的差距 其他东西很难弥补 就算是郑魂印和坟明印也不例外 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第二次使出郑魂印和坟明印之后 没有再动用毁灭印绝 却引狂刀 一人一刀千变万化 竟最大的努力不断抵挡着欧阳仲的攻击 一波接着一波 不知道欧阳仲是不是故意为之 招招恰到好处 反正招招都压制着龙奥 压制 还是压制 一直始终压制 龙奥被对方死死的压制 心里也做着决定 到底是否敢用九真封神 龙奥心里有着十足的信心 一旦自己动用九真封神 就算不是对方的敌手 最起码安全离开不是什么难事 蜕变舞者 龙奥对自己始终有着信心 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根本不愿意动用九真封神 毕竟自己还没有得到巨龙血液和麒麟血液 一旦动用九真封神 运气不好 被反噬甚至可能会陨落 正是因为如此 龙奥才犹豫不决 到底该不该动用九真封神 龙奥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欧阳仲并没有出权力 否则的话 自己不可能如此轻松 至于欧阳仲是什么意思 他尚且不知 就这样 两人已经大战时余回合 看似不分胜负 但明眼人已经看得出来 两人大战 龙奥其实已经败了 菲尔 你和龙奥的关系如何 父皇 你希望我和龙奥的关系如何 身为皇室太子 欧阳飞连话都不敢说 因为他不知道 哪句不该说 哪句该说 万一说错了话 那么不仅会失去太子之位 甚至还会丢掉性命 菲尔 今天龙奥会死 所以明天一早 你带着大军 给朕踏平赤火镇 还有龙家 踏平赤火镇和龙家 心里有些悲伤 这就是太子的悲哀 甚至连自己的朋友都保护不了 但欧阳飞却没有丝毫的犹豫 因为身份的特殊 也不容许他有丝毫的犹豫 一旦犹豫 他可以断言 自己现在立刻会被处置 父皇 我知道了 明天一早 我就会带着大军前往赤火镇 踏平赤火镇 欧阳飞 虽然心中有所愧疚 但身为皇室太子 有些时候 必须做出选择 利益 这就是皇室至高无上的东西 所有一切在利益和地位面前 都显得为不足道 这一刻 其实在欧阳飞心里 已经认定龙奥必死无疑 老祖宗 蜕变武者 星云王国第一高手 不要说龙奥 相信就算是雷霆帝国 现在都不敢招惹星云王国 这就是一位蜕变武者的强悍 费尔 不用明早了 你现在立刻出发前往赤火镇 记住 我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黄昏的这个时候 我要听到消息 否则 后果你自己去想 对于父皇的突然改变主意 欧阳飞很是疑惑 但不敢多说一句 说道 父皇放心 明天黄昏之前 我肯定会带回来好消息 星云城到赤火镇 按照正常情况下 三天到五天才可以抵达 但对于星云皇室来说 时间不是问题 要是快的话 一天一夜已经足矣 所以欧阳峰才会如此 欧阳飞快速离去 不意会的时间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分钟后 欧阳飞带着星云皇室的大军 已经离开星云城 朝着赤火镇而去 看着渐渐消失的身影 欧阳峰冷笑一声 自语道 当你选择和龙奥 成为朋友的那一天 你的命运已经注定 原来龙奥和欧阳飞 在酒楼喝酒的事情 已经被欧阳峰知道 正是因为如此 欧阳峰才选择出此招 不管欧阳飞是否踏平赤火镇 他这个太子都做不下去了 这就是皇室 在地位和利益面前 就算是父子兄弟姐妹 都会互相算计 甚至可以弄死对方 有些时候 身为皇室的人 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客栈屋顶上 龙奥手持血影狂刀 一刀接着一刀 没有丝毫的间隙 但就算如此 还是无法伤害到欧阳仲 原来如此 你也不过如此 听到欧阳仲的话 龙奥已经知道 对方是什么意思 看来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欧阳仲开始没有使出权力 原来是想要试探自己的武技 现在试探完了 看来欧阳仲要出死手了 果不其然 欧阳仲身上突然爆发出 强悍的气势 铺天盖地的压制而来 龙奥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全力抵挡着这个气势压制 气势压制 全力抵挡 压制 还是压制 在蜕变武者一波 接着一波的恐怖压制 龙奥身上的气息 也渐渐发生了改变 对于这一点 恐怕连龙奥本人都没有发现 龙奥 我倒要看看你 如何抵挡住我的气势压制 欧阳仲明显示 想要羞辱龙奥 根本不再出手 就这样单单靠着气势压制 准备直接压死对方 另外一方面 欧阳仲也想在众人面前 找回星云皇室的面子 不管怎么说 龙奥都杀了唐琳和杨毅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风平浪静的漆黑夜晚 忽然狂风震震 九楼屋顶 四面八方开始汇聚紫黑色乌云 第142章雷杰 乌云密布 阴风震震 看着头顶之上忽然汇聚的紫黑色乌云 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普通人也许不知道紫黑色乌云 但舞者们又何尝不知道紫黑色乌云意味着什么 雷杰 雷杰 欧阳仲心里就算有着一万个不愿意相信 但还是惊呼出声 不敢有丝毫的逗留 一个侧身已经离开 雷杰 归于舞者一旦引动雷杰 就要想尽各种办法度过雷杰 一旦失败 不仅无法顺利度过雷杰 甚至还会被雷杰彻底毁灭 雷杰 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雷杰 所以不管是谁 都不可以强行进入雷杰之地 否则会被雷杰瞬间毁灭 不管是何等实力 正是因为如此 欧阳仲发现龙傲居然引动了自己的雷杰 不敢有丝毫的逗留 直接离开了酒楼屋顶 屋顶四周 死死地盯着屋顶上的少年 还有少年头顶已经汇聚成巨大的紫黑色雷云 欧阳仲的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雷杰 刚刚龙傲还只是皈依境界 仅仅数分钟时间 就已经引动属于自己的雷杰 这样的天赋和潜力 试问 同辈之中 何人能够比拟 老祖宗 摆摆手 欧阳仲声音很是阴冷地说道 此此必杀 不过雷杰非同小可 不要靠近 否则的话 我们都会被雷杰毁灭 欧阳风等人当然知道雷杰的恐怖 所以不敢靠近 有个担心之人 甚至已经快速离开 死死地盯着屋顶 欧阳仲很是震惊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在自己强悍的气势压制下 不仅没有陨落 反而引来了属于自己的雷杰 要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龙傲引动雷杰 彻底震惊了所有人 龙傲引动了雷杰 真的好可怕 这样的天赋 是我见过最厉害的 龙傲 只要能够活过今晚 他日必定乾隆升天 四周无数舞者都在议论纷纷 毕竟龙傲的名头放在那里 斩杀五级龙家家主龙银 斩杀护国唐唐主唐灵和杨毅 位列百战榜十一位 这一切的一切 已经说明龙傲的强悍之处 但众人还是万万没有想到 龙傲能够在欧阳中的气势压制下 顺利引动属于自己的雷杰 星云皇室老祖宗 乃是一代传奇 十年前突然闭关 经过十年的修炼 众人已经猜出 星云老祖宗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何种地步 正是因为如此 所有人都认为 龙傲肯定抵挡不住 星云老祖宗 但结果呢 先不说别人 单单是龙傲本人 也同样没有想到 自己的雷杰会来得如此之快 不过他却可以肯定 这次能够顺利引动雷杰 都要靠欧阳中的气势压制 要不是抵挡着气势压制 想要引动雷杰 鬼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从这一方面讲 龙傲还应该感谢欧阳中 毕竟没有他的气势压制 自己也不可能引动雷杰 蜕变武镜 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雷杰境界 蜕变境界 人亡境界 帝皇境界 道祖境界 雷杰 可以说是进入蜕变境界的敲门砖 要是无法引动雷杰 那么不管你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都无法晋级成为蜕变武者 雷杰 虽然没有晋级成为雷杰武者 但对于雷杰境界 龙傲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了解 雷杰 先天武者 尤其是皈依巅峰武者 梦寐以求想要晋级的境界 因为一旦引动雷杰 就会被雷杰所洗礼 机遇和危险并存 危险 一旦无法顺利度过雷杰 那么下场只有一个 直接被雷杰劈死 机遇 一旦顺利度过雷杰 就会被雷杰进行洗礼 不管是气息还是体内的灵力 都会有着值的改变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雷杰对于舞者来说 都是一个机遇 雷杰 一旦引动属于自己的雷杰 不管你是否愿意 雷杰都会锁定你 所以有些怕死的舞者 一旦引动属于自己的雷杰 还没有事 就已经害怕了 正是因为如此 这些害怕的舞者 几乎不用尝试 就已经注定失败 龙傲同样知道 雷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不管怎么说 他突破皈依境界也没有多长时间 按照他之前的推算 想要引动雷杰 最次也需要一年时间 但是现在 这个时间足足缩短了十倍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 头顶上滚滚云层 紫黑色乌云快速汇集 乌云四起 阴风阵阵 弄叉 弄叉 一声声雷声响起 各种雷云有远至近 轰轰隆隆 声音威力惊人 犹如万马奔腾 无数野马冲刺一般 雷云再次变得浓烈起来 不依惠的时间 四周的雷云已经全部汇集在龙傲的头顶之上 很多 非常大 从底下往上看 甚至有的人都开始战斗起来 雷杰 这就是雷杰 这就是所谓的雷杰 漫入蜕变境界要跨出的第一个坎 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 龙傲引动属于自己的雷杰 只有两种结果 第一 无法度过雷杰 被雷杰毁灭 第二 顺利度过雷杰 晋级成为雷杰舞者 只生是死 在此一举 正是因为如此 四周所有人一个个死死地盯着屋顶上的少年 还有少年头顶之上的雷云 每个人都很期待 很好奇 想要看看 龙傲是否能够度过雷杰 欧阳仲和欧阳风的脸色越发的阴沉起来 不过也有着一丝期待 毕竟雷杰意味着什么 两人心里都很清楚 可以这样说 在两人心里 认为龙傲能够顺利度过雷杰的几率 不足三成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在两人看来 龙傲这次度雷杰算是死定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快看 龙傲想要干什么 啊 他是不是疯了 他的脑子坏掉了 真是可惜了 就在所有人惊呼的时候 一直未动的龙傲 突然手持血影狂刀 朝着头顶的雷杰射去 以脚踏脚 速度非常之快 第143章破茧而出 一人一刀 白发黑衣少年 血影狂刀 雷杰 归一舞者想要顺利度过雷杰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想尽各种招 来抵挡恐怖雷杰 雷杰降下 80%的舞者都抵挡不住 从而被雷杰直接毁灭 但是龙傲呢 不仅不想办法 看看如何能够抵挡住雷杰 却手持大刀 朝着雷杰射去 这不是找死吗 难道龙傲忍受不了压力 傻了 所有人都惊险地看着头顶这一幕 雷杰 天地间最恐怖的力量之一 旁人躲闪还来不及 更何况还是主动攻击 就算找死 也没有这样自寻死路的 无视四周的惊呼 龙傲手持血影狂刀 毅然决然地朝着头顶雷杰射去 以脚踏脚 力量不断叠加 龙傲的速度非常之快 龙傲全身的力量全部汇聚在双手之中 刚刚来到雷杰之下 看着近在咫尺的雷杰 还没有等龙傲反应过来 一道树干粗的雷杰已经狠狠劈下 紫黑色雷电异常恐怖 不偏不已地将龙傲淹没 啊 看着龙傲被雷电劈中 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甚至有的人惊呼出声 紧闭双眼 不忍再看 一代天才就这样陨落 实在可惜 看到龙傲被雷杰所淹没 欧阳仲和欧阳峰心中顿时一喜 不自量力 老祖宗 我已经吩咐菲尔前往赤火镇 相信明天黄昏时刻 赤火镇就会被踏平 似乎很是满意 点点头 欧阳仲说道 辞辞已死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恢复护国堂 知道了 老祖宗 被雷杰披中的龙傲 整个灵魂都在战斗 世间最恐怖的力量之一 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不过龙傲却没有死 脑海之中 反而出现了九转轮回绝的 大纲和修炼心诀 九转轮回绝 当初龙傲从龙印空间 得到绝世功法 共有九大等级 自从修炼九转轮回绝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突破 突破 虽然心里也有些不愿意相信 但龙傲还是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被雷杰披中 不仅大难不死 反而迟迟未曾突破的九转轮回绝 终于有所松动 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脑海之中 立刻运转九转轮回绝 九转轮回绝 一转一登天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狗 就在这一刻 龙傲脑海之中忽然传来一段段资讯 正是关于九转轮回绝的要诀 九转轮回绝 一转轮回 无入黄泉 彭 龙傲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被一股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力量笼罩 开始炼化自己的身体 心中大惊 但却是有心无力 任由这股力量宰割 就这样 龙傲脑海之中运转着九转轮回绝 体内被一股恐怖力量充斥 洗炼着全身 这一刻 四周所有人短暂的震惊和惋惜过后 似乎开始惊讶 因为雷傲披中龙傲 并没有消失 而是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茧 雷傲形成的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有人根本不知道 毕竟这种事情 谁也没有见过 就算是当初顺利度过雷傲的欧阳仲 同样也不知道 只能死死地盯着 雷傲 因人而异 有的人只会引动一道雷傲 有的人却会引动两道雷傲 甚至三道雷傲 但披下的雷傲不消失 并且形成茧的事情 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老祖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龙傲会不会没有死 摆摆手 欧阳仲的脸色也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原本以为 对方被雷傲披中 肯定是死无生 但现在看来 对方很有可能还活着 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此子到底是不是人 不知道为什么 欧阳风和欧阳仲心里都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挥之不去 但欧阳仲却还是没有丝毫的担心 身为蜕变舞者 根本没有将龙傲放在眼里 因为在他看来 就算对方真的度过雷傲 也只是雷傲舞者 雷傲舞者在蜕变舞者面前 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正是因为如此 欧阳仲冷恒一声 说道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此子都要死 虽然没有将龙傲放在眼里 但欧阳仲却是很担心 因为他真正见识了 什么叫绝是天才 刚刚突破皈夷境界 前后还不到数月 就在自己的气势压制下 引动了属于自己的雷傲 单单是这份天赋和潜力 就足以傲视同辈 欧阳仲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 按照龙傲的天赋和潜力 一旦成长起来 甚至用不了几年 恐怕就会威胁到他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老祖宗 雷傲持续 我们根本无法动手 舞者度雷傲 一般舞者根本不敢靠近 否则一旦被雷傲锁定 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如此 欧阳仲才不敢靠近龙傲 就是害怕殃及持鱼 欧阳仲开始沉思起来 雷傲一直不散 他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 一旦对方顺利度过雷傲跑掉的话 绝对是星云皇室的心腹大患 越想欧阳仲的脸色越是阴沉 一时之间 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消灭对方 屋顶上空 巨大的雷傲锏 在漆黑的夜晚 显得格外的诡异 而在简之上 恐怖的雷云依然没有消散 肆意而动 狂躁不已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继续劈下来一般 轰隆隆 轰隆隆 雷云发出惊天动地的雷声 响彻整个星云城上方 这就是蜕变舞者所引动的雷傑 不用说轻身试验 单单是看着就无比的震撼 痴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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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巨大的雷傑锏开始发出痴痴声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巨大的雷傑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缝 还没有等中人反应过来 整个雷傑直接爆开 破茧而出 龙傲这次被雷傑淹没 不仅没有死 反而迟迟未曾突破的九转轮回绝 顺利突破到第一转 一转轮回 不入黄泉 被神秘力量重新洗练之后的龙傲 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发生了值得变化 一人一刀瞬间破茧而出 直接再次朝着雷云射去 第144章吞噬雷结 一人一刀 龙傲体内的力量已经被九转轮回绝 重新洗练过一遍 算是脱胎换骨 发生值得改变 但就算如此 在外人看来 龙傲想要主动批散雷结 依然是痴人说梦 自寻死路 就这样 在众人震惊和不相信的目光之中 龙傲已经来到雷云前 巨大的雷云不断翻滚着 惊天动地的雷声响彻整个星云城 一声接着一声 滚滚四散 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便批散你 狂笑一声 龙傲忽然举起手中的血影狂刀 全身力量汇集在双手之中 猛然大吼一声 紧接着 血影狂刀顺势批出 一道惊天血红色刀芒已经射去 轰隆隆 轰隆隆 血红色刀芒狠狠地批在不断翻滚的雷云上 毫无声息 雷云瞬间被劈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 龙傲和血影狂刀直接开始吞噬雷云 没错 正是在吞噬雷云 看着半空之中所发生的一切 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其是欧阳风和欧阳仲 脸色更是阴沉到了极限 一刀劈开雷云 并且吞噬雷结 这种事情发生过吗 前所未闻 欧阳仲双拳紧紧地握着 脸上写满了杀气 龙傲的天赋和潜力 已经超出他的认知 他很难想象 此子要是一直成长下去 到底会达到何种地步 龙傲在吞噬雷结 我早已习惯 龙傲的事情我已经打听过了 简直就是我等膜拜的偶像 希望他能够成功 龙傲能成功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那可是雷结 我的上天 四周的一轮声 龙傲根本听不见 已经刚刚一刀劈开雷云 他发现 运转九转轮回绝 居然可以吞噬雷结 不仅如此 还可以相助血影狂刀吞噬雷结 惊喜之余 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直接吞噬起雷结 速度之快 前前后后不到三分钟 就已经吞噬完毕 刚刚还不断翻滚 雷声滚滚的雷结 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好像根本没有出现过一般 刚刚吞噬完雷结的龙傲 发现自己现在居然有着无尽力量 趁着雷结还没有被融合 龙傲的脸色顿时一朗 举起手中的血影狂刀 顺势朝着下方 欧阳仲的方向狠狠地劈了下去 龙傲刚刚顺利度过雷结 勉强算是一位雷结舞者 欧阳仲刚刚突破蜕变境界 乃是真正的一位蜕变舞者 正常情况下 雷结舞者想要战胜蜕变舞者 几乎是一件痴人说梦的事情 更何况 还是一个刚刚度过雷结的舞者 但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龙傲刚刚一刀劈开雷云 并且借助九转轮回绝 吞噬雷结 这样以来 龙傲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融合雷结之力 所以50%的雷结之力 都会流逝 从而消失在天地间 就这样白白浪费 龙傲当然不会让雷结之力白白消失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将50%快要流失的雷结之力 全部汇集到血影狂刀之上 接着 朝着欧阳仲狠狠地劈了下去 还是那句话 要是平常时刻 就算龙傲顺利度过雷结 成为雷结舞者 也不可能是欧阳仲的敌手 境界上的差距 其他东西很难弥补 对于这点 龙傲又岂会不知道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才不愿意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欧阳仲 经过十年闭关修炼 终于达到一次蜕变 成为蜕变舞者 这次出关 欧阳仲有着十足的信心 能够带领王国崛起 至于龙傲 一个本来连雷结都没有度的人 杀他几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现在呢 雷结之力的速度太快 尤其是刀芒和雷结融合 速度甚至要超过雷结之力 还没有等欧阳仲反应过来 雷结已惊而至 大惊之下 欧阳仲先将欧阳风一掌退出 紧接着 快速躲闪之下 还是被雷结之力扫了一个边 整个人倒飞而出 狂吐鲜血 这一刻的欧阳仲 已经身负重伤 毕竟雷结之力实在太过恐怖 这还是他躲闪及时 否则单单是这一下 就足以要了他的性命 欧阳仲带着欧阳风快速而逃 至于龙傲 却没有乘胜追击 不管怎么说 欧阳仲始终都是蜕变舞者 正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万一来个狗急跳墙 自己就有点偷鸡不成十八米了 没有继续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之中 都流下去 龙傲转身快速离去 星云城 一处极其隐蔽的地方 静静地坐在地上 龙傲运转着九转轮回绝 将刚刚吞噬的雷结之力 慢慢炼化 分散给血影狂刀和龙墙 这样以来 他们的实力都会有多提升 这次顺利度过雷结 龙傲也万万没有想到 毕竟对战欧阳仲 他还准备使用九真风神 雷结境界 龙傲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这次自己能够顺利引动雷结 都是拜欧阳仲所赐 毕竟一位蜕变武者 不出权力的气势压制 刚刚好给了他引动雷结的契机 蜕变武境 实力由低到高 依次为雷结境界 蜕变境界 人亡境界 帝皇境界 道祖境界 虽然已经顺利度过雷结 龙傲很清楚 按照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算什么 毕竟蜕变武境 他现在只是达到了第一个境界 上面还有着足足四个等级 蜕变境界 人亡境界 帝皇境界和道祖境界 足足花了三个时辰 龙傲才将雷结之力全部融合 主人 你现在已经融合了雷电之力 只要能够将雷结之力融合到血影八世之中 相信威力可以提升一倍 并且还可以融入到毁灭印诀之内 点点头 对于龙府所说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雷结之力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一旦融入到血影八世和毁灭印诀之中 相信威力肯定会翻倍 血影八世和毁灭印诀本身就无比强大 很难想象 一旦融合了雷结之力 血影八世和毁灭印诀的威力 肯定会更加恐怖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更加期待起来 第145章龙家危难 雷结境界 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开始融合起来 血影八世和毁灭印诀 融合雷结之力 看似简单 实则困难无比 足足一夜 龙傲才算是融合小城 但就算如此 龙傲也有着十足的信心 这一刻的血影八世和毁灭印诀 威力足足可以提升一倍 星云城 龙傲大战星云皇室老祖宗 并且在气势压制下引动雷结的事情 瞬间传遍整个星云王国 乃至整个天州 不仅如此 龙傲在雷结下蜕变 一人一刀劈散雷云 并且吞噬雷结 深深地震动了整个天州 但凡得到消息的人 无不大惊 更多的人还是不相信 龙傲 一身黑衣 一头白发 一人一刀 奥利于百战榜十一位 龙傲 昔日的废物 十年坚持 短短数月崛起 并且斩杀众多高手 成就雷结之位 龙傲 刚刚度过雷结 成就雷结之位 就一刀重伤蜕变境界的星云老祖宗 这种种的一切 使得龙傲已经成为天州的名人 甚至超越了六大宗门的天才弟子 就在所有人以为龙傲会灭掉星云王国的时候 龙傲却离开了星云城 按照正常情况下 龙傲根本不可能是欧阳仲的敌手 但现在的情况 龙傲的的确却重伤了欧阳仲 虽然是借助了雷结之力 但在众人眼里 欧阳仲短时间内想要恢复伤势是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完全可以乘胜追击 说不定星云皇室就要易主 对于龙傲的突然离开 众人都议论纷纷 不知道龙傲到底是怎么了 赤火镇 龙家 龙家禁帝 也是两大禁帝之一 不管是何人都不许踏入一步 哪怕是龙傲时都同样如此 龙家共有两大禁帝 第一禁帝是龙傲所居住的小独院 第二禁帝 在龙家乃是最为神秘的地方 除了龙傲时和龙义外 无人知道禁帝之内 到底是何人存在 这一刻 龙傲时和龙义两人 静静地站在后院之外 两人的脸色都极其的凝重 父亲 摆摆手 龙傲时忽然说道 麒麟前辈 当初你和奥尔约定 只要我龙家有难 一定会出手相助 现在星云皇室大军临近 希望麒麟前辈能够出手相助 龙傲时和龙义心里都很清楚地知道 就算火麒麟身受重伤 一个小小的星云王国 还没有被火麒麟放在眼里 两人已经得到消息 星云皇室想要对付龙傲 却没有想到 星云皇室大军来得如此之快 虽然如今的龙家已经今非昔比 但和整个星云皇室相比较起来 却还是不够看 只要星云皇室愿意 随时都可以灭掉赤火阵 万般无奈之下 龙傲时和龙义只能求助于火麒麟 因为按照现在的情况 也只有火麒麟能够相助龙家 抵挡星云皇室 威严的声音响起 火属性气息瞬间蔓延了整个后院 你们走吧 我和龙傲之间的约定 是守护龙家三年 而不是守护赤火阵 赤火阵的死活和我无关 只要龙家有危险 我不会坐视不理 龙义还想说什么 却被龙昊石一把拦住 我们不打扰麒麟前辈了 告辞 龙昊石带着龙义慢慢地退了出去 来到门外 龙义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帝问道 父亲 要是麒麟前辈不出手 赤火阵就算完了 龙义当然知道火麒麟的意思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甘 如今的赤火阵 可以说是龙家的私有财产 要是被星云皇室消灭 对龙家始终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龙义很清楚地知道 按照现在的情况 只有火麒麟出手 才能够相助赤火阵平安度过劫难 对于自己儿子心中的担心 龙昊石又何尝不知道 但火麒麟不愿意出手 难道他们真的可以强迫吗 麒麟前辈和奥尔的三年约定 只是守护龙家 却没有说守护赤火阵 所以此时我们愿不得麒麟前辈 龙昊石心里很清楚 不要说他们两人 就算是奥尔亲自来 相信火麒麟也不会答应 父亲 我们该怎么办 汽车宝帅 就算心里有着一万个不愿意 但龙昊石却知道 自己必须如此做 因为龙家和赤火阵之中 要是选择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龙家 而不是赤火阵 赤火阵外 这次欧阳飞足足带来了百万大军 单单是先天武者 就有二十几位 虽然大部分都是百散天 但对付一个小小的赤火阵 已经绰绰有余 欧阳飞死死定着面前的赤火阵 心里半点的愧疚 因为在他看来 既然龙昊已死 那么自己就算灭了赤火阵 甚至龙家 自己也不用感觉对不起任何人 龙昊 这个自己曾经的朋友 现在已经烟消云散 朋友 在皇室人眼里 根本没有朋友一词 为了皇权 欧阳飞可以放弃一切 龙昊石 龙翼 龙昊已经死了 我希望你们是食物 否则的话 今天不仅是赤火阵 就算是龙家都要被灭 看在我和龙昊是朋友的份上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只要投降 龙家可以保住 听到欧阳飞的话 众人心里都狠狠地鄙视一番 作为龙家 乃至赤火阵的第一人 龙昊石冷笑着说道 欧阳飞 欧尔将你当作朋友 但你却带着星云大军前来 哼 欧尔不会死 他一定会回来 至于今天 不过发生什么事情 我龙家都不会选择退缩 父亲 杨家 南宫家已经叛变 离开了赤火阵 听到龙翼的话 龙昊石的脸色瞬间 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杨家和南宫家会选择离开 赤火阵 共有四大家族 分别是杨家 王家 龙家 南宫家 龙家和王家是亲家 正是因为如此 杨家和南宫家已经成为附属家族 几乎没有什么地位 正是因为如此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杨家和南宫家族又如何会轻易放弃 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赤火阵 投靠星云皇室 第146章一声长笑 龙兄 杨家和南宫家走了更好 最起码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 看着王一刀 龙昊石笑了 赤火阵四大家族 只有王家没有离开 选择支持龙家 就算龙奥和王宇英已经成为一对 但现在龙奥生死未卜 王家还能如此 本身已经说明王家重情重义 点点头 龙昊石忽然笑着说道 有王家支持 龙家族已 杨家和南宫家的人全部离开赤火阵 来到星云大军边 就在两位家族想要拜见欧阳飞的时候 却被直接拒绝 正是因为如此 杨家和南宫家族都彻底傻眼了 本以为两家离开赤火阵 星云皇室肯定会接纳 并且成为星云皇室的功臣 但是现在呢 欧阳飞坐在大马之上 冷眼看着身边的两大家族 举起手 狠狠地挥了下去 冷声道 杀 杀 欧阳飞一声令下 两大家族彻底愣住了 还没有等两大家族的人反应过来 直接被星云皇室大军淹没 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看着远处的大屠戮 龙家和王家的人也全部傻眼了 因为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 星云皇室会突然屠戮两大家族 龙昊石 这次对付赤火镇 我也不愿如此 杨家和南宫家族 算是我给龙奥赔罪 赔罪 龙昊石心中冷恒一声 这就是所谓的皇室之人 除了冷酷无情 还有什么 龙昊石 我最后问你一遍 龙家是否愿意投降 要是龙奥还活着 那么欧阳飞说不定还会犹豫 看看到底该选择谁 但龙奥遇到老祖宗 几乎已经注定命运 正是以为内如此 欧阳飞最终选择皇室 放弃龙奥 欧阳飞 废话少说 我龙家和赤火镇共存亡 我王家和龙家共存亡 看着城墙上 一脸坚决的众人 欧阳飞最终还是举起右手 所有人都知道 只要欧阳飞的右手放下 龙家和赤火镇的命运将会被彻底改变 赤火镇内 龙家和王家已经决定 先将优秀弟子转移出去 只要龙家和王家有传人在世 那么就有东山在起的一天 但龙家和王家还不敢大张旗鼓 不管怎么说 星云皇室这次出动了百万人马 一旦被发现 那么龙家和王家就真的要被灭族了 所以龙家和王家小心翼翼 各自选择二十人 也算是两大家族之中 最为优秀的弟子 龙鹰 龙家除了龙傲之外 最为优秀的弟子 同时也是第一个突破一线天的弟子 正是因为如此 龙家决定 第一个转移离开赤火镇的人 就是龙鹰 大伯 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能走 放肆 家族的决定 岂是你随便改动的 摆摆手 阻止了二帝的愤怒 龙鹰宁众帝说道 婴儿 家族的情况 相信你也应该知道 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你只要记住一点 你是家族的希望 龙鹰似乎想要说什么 龙鹰却继续说道 要是你有幸见到奥尔 告诉他 凡事不要鲁莽 深深地看了一眼面前的父亲和大伯 龙鹰忽然脸色坚定地说道 不管生死 我都会选择和家族共存王 大伯 父亲 对不起了 根本不给两人反应的机会 龙鹰已经快速离去 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按照龙鹰现在的实力 速度之快 根本不是两人能够追上的 龙鹰和龙鹰相互看了看 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一丝赞赏 龙家有这样的弟子 一切足矣 看着龙鹰的忽然出现 龙浩石似乎明白了什么 忽然大笑起来 好好好 不愧是我龙浩石的孙子 生死不惧 哈哈哈哈 龙浩石和王一刀同时大笑 正是因为如此 龙家和王家 甚至包括赤火镇的人 一个个脸色坚定 似乎都要与龙家共存王一般 对于这一点 欧阳飞万万没有想到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龙浩石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根本不等欧阳飞任何开口的机会 龙浩石已经说到 欧阳飞 要战变战 废话少说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欧阳飞知道 只有灭掉赤火镇和龙家 才能够捍卫自己的皇子之位 举起的右手 狠狠地挥了下去 欧阳飞冷声说道 杀 赤火镇和龙家 一个不留 不得不承认 欧阳飞的确是一个狠角色 直接就是屠戮整个赤火镇 命令刚刚下 欧阳飞背后的百万大军 已经撕心裂肺的好了起来 吼声惊天动地 响彻整个天地间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大军队伍之中 忽然射出20道身影 全部都是先天舞者 其中单单是一线天舞者 就足足有着三位 剩下的17位员 全部都是摆散天舞者 20位员先天舞者的速度很快 转眼间已经来到城墙之下 深深地看了一眼 静在咫尺的城墙 20人都是冷笑不已 紧接着 一个个先天舞者快速进入 先天舞者 一旦遇到普通人 几乎可以屠戮 但龙家也不是吃素的 龙鹰以一敌三 和三位先天舞者 瞬间大站在一起 但17位先天舞者 数量实在太可怕了 就算整个赤火镇的 先天舞者相加 也不会超过三位 正是因为结果如何 可想而知 但就算如此 龙家上下 没有一个人放弃 就算是王家上下 都是一个个不要命的抵挡着 就这样 是火镇内外 出现了一边倒的屠戮 幸运皇室大军 没有丝毫的怜悯 只听从命令 欧阳飞静静地坐在大马上 脸色阴朗 双眼充斥着杀气 龙澳 对不起 为了皇权 我只能选择如此 你下了皇权 不要怪我 你的运气不好 怨不得别人 欧阳飞心里想着 就在赤火镇一边倒被屠戮 龙家和王家已经死了很多人的时候 元楚 忽然传来一声长笑 滚滚而来 长笑之中 带着无尽愤怒和杀气 犹如龙卷风疯狂的席卷而来 第147章一刀之威 长笑声滚滚而来 带着无尽愤怒和杀气 人未到 恐怖的气势已经铺天盖地地压制而来 龙澳 和其他雷杰无者有所不同 吞噬了雷杰之力 并且成功融合 释放出的力量 便有着雷电之威 雷杰 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单单是雷电之威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挡的 被恐怖的雷杰之威笼罩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大变 尤其是欧阳飞 脸色更是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他很清楚忽然出现的少年到底是谁 龙澳 龙澳为何没死 这一刻的欧阳飞 惧怕到了极点 毕竟龙澳的实力摆在那里 就算他有着二十位先天武者 百万大军 都不可能是对方的敌手 原本以为 龙澳遇到老祖宗 必死无疑 但是现在呢 欧阳飞万万没有想到 龙澳不仅没有死 反而及时赶了回来 正是因为如此 欧阳飞并没有逃跑 不管怎么说 他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就算他现在逃跑 也于事无补 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逃跑 恐怖的雷杰之威 犹如龙卷风 疯狂地席卷而来 一头白发肆意乱舞 一身黑衣雷云滚滚 龙澳的身影已经出现 手持血影狂刀 心中的愤怒和杀气 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 这次他幸亏及时赶到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星云皇室 杀 举起手中的血影狂刀 龙澳顺势披下 看上去平淡无奇 实则威力恐怖无比 算是龙澳最强的一招 却影八世 第一是黄泉九连级 第二是冰封世兴 第三是烈焰火海 前三是为辅助 直接全部叠加到血影 第四是灭视刀芒之内 不仅如此 似是刀爵融合了阵魂印 焚明印 还有雷劫之力 万丈刀芒顺势而来 带着毁天灭地之势 所有人感受着刀芒的恐怖 一个个脸色震惊 彻底傻傻地愣在当地 尤其是欧阳飞 万万没有想到 一天一夜不见 龙澳的实力居然已经达到这种地步 不敢继续留下 立刻朝着一边射去 身为一线天舞者 欧阳飞的速度很快 瞬间已经躲闪而开 万丈刀芒 龙澳这一刀 根本不是针对欧阳飞 否则按照欧阳飞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躲开这一万丈刀芒 雷劫之威笼罩百万大军 万丈刀芒瞬间狠狠劈下 恐怖的刀芒和雷劫之威四散 直接覆盖了四周所有的人 一个不留 全部被笼罩在内 惊恐的一幕出现了 万丈刀芒出现后 百万军队 全部被斩杀 这就是一刀之威 龙澳根本没有去管百万人的灵魂 这一刻的龙澳 算是真正动了杀念 否则的话 不会吐露星云上百万大军 上百万人被斩杀 赤火阵内的战斗已经全部结束 二十位元先天舞者傻傻地看着远处的吐露 一个个身体战斗 似乎难以置信 一刀诛杀了上百万军队 这是什么概念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这一刻的龙澳已经今非昔比 能够一刀斩杀上百万军队的人 想想都知道实力到底如何强大 不要说星云皇室的二十位先天舞者 就算是赤火阵的人都是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龙浩石和王一刀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出深深的震惊 王一刀说道 龙兄 有此孙儿你这一辈子值了 点点头 龙浩石脸上写满了惊喜 因为他也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孙儿不仅及时赶到 还如此强大 一招就斩杀了星云上百万军队 已经赶来的龙澳 愤怒之下一刀斩杀上百万军队 看着准备逃跑的欧阳飞 冷笑一声 说道欧阳大哥 别来无恙 欧阳大哥 欧阳飞脸上苦笑一声 没有继续逃跑 转过身 看着对面的少年 欧阳飞说道 龙澳 是我对不起你 但你要知道 身为皇室之人 我没有其他选择 冷笑连连 龙澳却没有说话 龙澳 身为皇室太子 有些时候 我要是做错了 不仅仅是皇位 就算是性命 深深叹息一声 欧阳飞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那就是我这次前来 乃是身不由己 愿不得我 听到此话 龙澳脸上写满了笔事和轻蔑 欧阳飞 我是你为朋友 甚至将你当作是兄弟 不管我和星云皇室恩怨如何 我都选择信任你 但你却如此无耻 害我家族 你这样的人 真是不要脸 闻着空气中弥漫着的血腥气味 欧阳飞的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这次带着二十位先天武者 百万大军 本以为可以轻轻松松地灭掉赤火阵 给父皇看 但现在呢 由于龙澳的忽然出现 一切都被打乱 欧阳飞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这种情况下 自己能够活下来的几率不足一成 正是因为如此 欧阳飞忽然笑着说道 龙澳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是一位人才 相信不出几年 你就可以彻底腾飞 但我却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雷霆帝国不会放过你 雷霆帝国是否会刚放我 似乎不关你的事情 哈哈 对 你说得很对 的确是不关我的事情 但龙澳 这次是我其差一招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能够从老祖宗手里活下来 输就是输了 我愿赌服输 龙澳 不关发生什么事情 你我始终都是朋友一场 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龙澳没有说话 算是表示答应 龙澳 我只是希望等我死后 你能够将我的尸体送回星云皇室 落叶归根 我不想死在外面 看在我们朋友一场的份上 希望你能够答应 落叶归根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但龙澳却没有说出这句话 正如欧阳飞刚刚所说 不管如何 他们两人始终都是朋友一场 想到这里 龙澳忽然说道 你走吧 你让我走 似乎没有反应过来 欧阳飞脸上写满了惊讶 不知道龙澳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第148章取代皇室 欧阳飞算是被彻底搞萌了 在欧阳飞看来 这次自己带着大军 差点踏平赤火阵 龙澳百分之百会杀了他 但是结果呢 欧阳飞 不管你心里如何想 但在此之前 我始终将你当作是大哥 你的所作所为我不怪你 你说得很对 身为皇室之人 有些事情身不由己 听到此话 欧阳飞身体猛然一颤 双眼死死地盯着龙澳 这一刻 欧阳飞心里可以说是五味俱全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龙澳当初真的将他当作朋友兄弟 皇室 是不容许有朋友兄弟 正是因为如此 欧阳飞才有所触动 因为在皇室之中 新兄弟甚至都会反目成仇 这就是皇室 欧阳飞 你可以离开 他们不行 欧阳飞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龙澳指的是谁 没有多说什么 欧阳飞转身快速离去 龙澳心里稍有点伤感 毕竟他曾经将欧阳飞当作是朋友兄弟 但现在呢 龙澳没有去怪欧阳飞 还是那句话 皇室之人 有些时候 的确是身不由己 更何况 单单是为了曾经的朋友情谊 龙澳这次都不会杀了欧阳飞 转过身 龙澳冷眼看着站在赤火镇下的二十位先天武者 没有丝毫的怜悯 直接将其全部吐露 一个不胜 这次赤火镇可以说是大难不死 但就算如此 赤火镇也损失了很多人 尤其是王家 几乎陨落殆尽 家族弟子损失了将近六成 但王一刀却没有丝毫的悲伤 身为老狐狸 王一刀很清楚的知道 这次王家的损失 日后会十倍以上的回来 甚至可以礼于月龙门 赤火镇 龙家 大唐 龙浩石 王一刀 王一龙澳等人分别落座 龙浩石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澳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星云城所发生的事情 是火镇众人还不知道 所以众人才好奇 为何星云皇室好端端的要对付赤火镇 龙澳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将自己和星云皇室之间的恩怨 一五一时告诉了众人 其中的凶险却没有多说 毕竟他不想让众人担心 听完之后 众人还是唏嘘不已 澳儿 我想问问 你现在的修为到底达到了什么境界 对于王一刀所问 所有人都非常想要知道 毕竟龙澳能够一刀斩杀上百万大军 单单是这一点 恐怕星云王国之内 无人能够做到 王爷爷 我的修为刚刚突破雷洁境界 对于王一刀 龙澳很是恭敬 不管怎么说 王一刀始终都是语音的爷爷 并且在龙家生死存亡之际 王家选择留下 单单是这一点 王家就够意思 雷洁境界 对于龙澳口中所说的雷洁境界 众人都不清楚 因为在众人眼里 先天境界已经很厉害 要是能够达到皈夷境界 基本上就无敌了 想了想 龙澳说道 先天境界之上 其实还有个境界 那就是蜕变境界 先天有着武境 蜕变同样有着武境 这下所有人全部震惊 因为没有人想到 先天境界之上 居然还有着蜕变境界 先天武境 百散天境界 一线天境界 演化境界 融合境界 皈夷境界 而这个时候 舞者就会引动 属于自己的雷洁 一旦顺利突破 就算是真正的迈入 蜕变境界行列 龙澳继续说道 蜕变武境 分别是雷洁境界 蜕变境界 人亡境界 帝皇境界 盗祖境界 我现在刚刚度过雷洁 听完龙澳的介绍 所有人大概了解了先天境界和蜕变境界 虽然不知道蜕变境界如何 单单是龙澳所表现出的强大实力 就足以震撼所有人 雷洁境界 也许在外人看来 自己的实力已经很强大 但龙澳却很清楚地知道 他现在只是刚刚外入蜕变境界 要走的路还很长 实力 想要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活得更好 家人不被欺辱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拥有超强悍的实力 奥尔 这次你屠落了星云皇室上百万的军队 相信此时星云皇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你想好对策了吗 龙浩石等人一想到龙澳紧紧一刀 救灭了上百万军队 就有些回不过神来 不过龙浩石更多的还是担心星云皇室 不管怎么说 星云皇室的势力和底蕴摆在那里 赤火镇根本不可能是星云皇室的敌手 对于爷爷的担心 龙澳又何尝不知道 想了想 龙澳说道 爷爷 如果我们取代了星云皇室 是不是以后都不会有麻烦 听到龙澳的话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取代星云皇室 可能吗 龙浩石比龙澳考虑的多 声音凝重地说道 奥尔 就算你能够取代星云皇室 必须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 以我吃火镇的实力 是否能够守住皇室之位 第二 一旦我们取代星云皇室的位置 其他王国 还有火焰帝国会如何 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龙浩石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自己的孙子既然如此说 肯定是有十足的把握 但后续的问题却不能不考虑 要说不想取代星云皇室 那都是骗人的 毕竟吃火镇和整个星云王国相比较起来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奥尔 还有一件事 龙氏家族有着明文规定 不管是几级家族 都不许插手王国和帝国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 九州无数王国和帝国之子 没有龙家的影子 原来如此 龙澳低头开始沉思起来 谁也没有打扰 就这样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猛然抬起头 龙澳忽然说道 爷爷 第一点 我们吃火镇取代了星云皇室 有着那位坐镇家族 相信一定可以守住 第二点 既然我们取代了星云皇室 那么就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不管是谁想要找麻烦 我们都让他们有来无回 龙澳身上爆发出强大的自信 这是来源于实力的缘故 雷洁境界 在整个星云王国之中 实力绝对是一等一的存在 第149章天上吊鲜饼 至于第三点 我们一旦取代星云皇室 龙家不会插手皇室的事情 这下所有人都彻底疑惑了 既然龙家不插手皇室的事情 那取代星云皇室又有何用 澳尔 你直接将你的意思说出来 点点头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龙澳也没有多少顾忌 说道 爷爷 我的意思很简单 王家取代星云皇室 掌管星云王国 至于我们 依然坐镇赤火镇 众人不是傻子 瞬间就明白了龙澳话中的意思 王一刀和王汉父子站起身 脸上写满了激动和兴奋 因为两人心里都很清楚地知道 王家取代星云皇室代表着什么 王家 只是赤火镇一个小小的家族 在赤火镇也许很强大 但对于星云王国这个巨无霸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 澳尔 此事是不是有点不妥 伯父 此事非常妥 先不说我和语音的关系 单单是这次王家能够支持龙家 皇室之位 就是王家的 王汉和王一刀都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毕竟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鬼知道一旦失去 何时才能够遇到 龙浩时依然是一脸的民众 说道 澳尔 现在以我们的实力 能够取代星云皇室吗 对于这一点 龙浩有着十足的信心 星云皇室能够称霸星云王国 并不是因为拥有百万大军 而是因为拥有护国堂 还有欧阳仲坐镇 但是现在呢 护国堂80%的人已经被全部斩杀 至于欧阳仲 更是被自己重视 想要短时间内恢复实力 几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雷杰之力 都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正是因为如此 龙浩才有十足的信心 在欧阳仲恢复伤势之前 他的修为能够突破蜕变境界 到时候 只要斩杀欧阳仲 那么灭掉星云皇室 几乎是分分钟的事情 对于这些 龙浩并没有说出来 爷爷 就算我们要取代星云皇室 也绝对不是如今 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发展赤火镇的实力 王爷爷 王家从现在开始 必须发展王家的力量 最多一年 甚至更短 王家就会取代星云皇室 不管依靠何人 自身实力强大 才是最重要的 点点头 王一刀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说道 这点我会去办 要是之前的龙浩说出此话 王一刀肯定不会相信 但见识了龙浩挥出的恐怖一刀 王一刀无比地相信 龙浩肯定能够做到 送走了王家之人 大唐之内 只剩下三人 龙浩石 龙翼和龙浩 奥尔 真的有把握吗 爷爷 现在唯一的麻烦就是星云老祖宗 不过不要紧 此事交给我 星云老祖宗 龙浩石脸上担心地说道 星云皇室老祖宗欧阳仲 当初也是天纵奇才 不仅列为百战榜前三十 更是将星云王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奥尔 你想要对付此人 有信心吗 直到此刻 龙浩石还是对孙子的实力不是很了解 但龙浩石对于星云老祖宗 却有所了解 爷爷 相信我 龙浩没有多说废话 只有三个字 相信我 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孙子 龙浩石忽然笑了 点点头 说道 爷爷当然选择你 奥尔 这次回来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对于龙浩的离开 整个龙家所有人 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爷爷 三天之后 我会离开家族 一个时辰后 龙家禁地 也就是所谓的后院 除了龙浩之外 根本无人敢进入 小子 没事了 对于火麒麟没有出手相助赤火镇 龙浩并没有丝毫的愤怒 不管怎么说 当初他和火麒麟的约定 只是守护龙家 而不是守护赤火镇 叫了笑 龙浩点点头 道 搞定了 麒麟大哥 我想问问 你的修为达到了什么境界 已经知道了蜕变武镜 龙浩很是好奇 面前的火麒麟 到底是什么境界 难道是盗祖 冷恒一声 火麒麟很是不满地说道 小子 我的实力你还没有资格知道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 你现在的实力 很是低弱 也许在赤火镇 乃至星云王国 你很强大 但要是放在整个大陆 你的实力为不足道 点点头 对于火麒麟的话 龙浩当然选择相信 不管怎么说 星云王国对于整个天武大陆来说 根本为不足道 火麒麟不愿意多说 龙浩也没有继续多问 而是说道 麒麟大哥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对于火麒麟的伤势 龙浩很是关心 不管怎么说 他和火麒麟之间 有着三年之约 火麒麟的伤势恢复 对龙家也是好事 小子 你这次回来得正好 我的伤势过重 需要你的相助 麒麟大哥 你说 只要我能够做到的 我一定不推辞 似乎很是赞赏 火麒麟的声音也稍微缓和下来 说道 龙浩 我的伤势需要一些灵草 现在我将名字传入你的脑海之中 你记好了 瞬间 龙浩感觉自己的脑海之中 出现了很多灵草的名字 大概有着十来种 对于这些灵草 龙浩并不陌生 毕竟身为炼丹师 对于灵草必须有所研究 麒麟大哥 我有件事想要和你说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滴血液 龙浩的话刚刚说完 火麒麟的身上忽然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铺天盖地地压制而来 但龙浩却没有退半步 坚挺地站在原地 死死地看着面前的火麒麟 气势消失 火麒麟冷声说道 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龙浩也没有丝毫地隐瞒 将自己和奥雪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甚至没有隐瞒九真风神 听完之后 麒麟身上的冰冷气息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在火麒麟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忽然惊疑一声 说道 小子 有一位实力不错的人来了 你还是去看看吧 需要我出手说一声 第150章就凭你 听完龙浩的话 火麒麟的态度 几乎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要是放在以前 火麒麟百分之百不会说出此话 龙浩很是疑惑 不知道到底是谁前来 难道是欧阳仲 龙浩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火麒麟都认为是高手的人 实力肯定不会差到什么地步 正是因为如此 龙浩立刻警惕起来 不管怎么说 他不是一个人 背后有着整个家族 一旦出现状况 后果不堪设想 傲叔叔 刚刚离开龙家 就看到了忽然出现的傲天 龙浩很是惊讶 不知道傲天这次找自己所谓何事 傲儿 我找你有点事情 点点头 带着傲天返回家族 一处僻静的凉亭内 端起桌子上的茶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傲天说道 傲儿 你恨傲雪吗 对于话中的意思 龙浩当然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摇摇头 说道 不恨 其实此事怨我 当年我被金阳宗宗主所救 张默想要和我结亲 我也没有想什么就答应下来 三个月后 傲雪就要和张志航完婚 傲儿 我这次来 就是想要劝你放弃 不行 连想都没有想 龙浩直接拒绝 双拳紧握 脸上写满坚定 他已经决定 不管对方是不是金阳宗 哪怕是雷霆宗或者火焰宗 他都不会选择放弃 似乎已经想到龙浩会如此 傲天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 傲儿 你知道金阳宗吗 有所了解 金阳宗 天武大陆天周六大宗门之一 势力仅次于雷霆宗和火焰宗 傲儿 你的天赋和潜力 是我见过之中 最为强大的艺人 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不要鲁莽 金阳宗的实力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 龙浩不是傻子 当然能够听到傲天话中的意思 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放弃 至于到底是何种原因 那就不得而知了 难道是鬼宗忌惮金阳宗 傲儿 你和傲雪有缘无分 我希望你选择放弃 否则招惹了金阳宗 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 说完这句 傲天站起身离去 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双眼坚定 龙傲知道 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 没有实力 不仅是自己 就算是自己的家人 所爱之人都得不到保障 在强大的金阳宗面前 就算是鬼王傲天都选择退缩 靠人不如靠己 千古不变的道理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心里很清楚 他现在只有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后 傲雪就要和张志航完婚 到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不会选择放弃 赤火镇 如今的赤火镇一片狼藉 虽然龙傲的及时返回 阻止了赤火镇的灭亡 但还是给赤火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尤其是还损失了两大家族 但龙家却没有丝毫的担心 毕竟这次龙傲一刀灭杀百万军队 已经彻底铭动星云王国 甚至整个天州 根本无需多说 四面八方 很多王国都伸出援助之手 相助赤火镇重建 就是这种情况 赤火镇有为难的时候 不会有人站出来 一旦赤火镇辉煌了 四面八方突然冒出很多人 雪中送炭很珍贵 锦上添花算是别有用心 至于龙傲一刀灭杀上百万军队的事情 的确传遍了整个天州 对于这位短短数月内强势崛起的年轻人 所有人都充满了好奇和敬佩 重伤星云老祖宗 一刀灭杀上百万军队 三天后 星云成 一名少年 一头白发 一身黑衣 身上散发出若有若无的冰冷气息 但凡看到此人 所有人都是分分避让 就好像看到杀神一般 杀神 没错 这一刻的龙傲在外人看来 的确就是一尊杀神 毕竟能够一刀灭杀上百万人的人 想想都知道有多么可怕 龙傲 对于星云王国来说 乃是一个无法掌控的人 无视四周的人 龙傲进入星云城 直接来到星云皇室 这次前来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寻找欧阳仲 龙傲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按照正常情况下 他想要斩杀欧阳仲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现在欧阳仲被自己中伤 正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龙傲更加清楚 一旦自己这次斩杀了欧阳仲 那么王家就可以入住皇室 从此之后 家族也算是少了一个强敌 如今的星云皇室 早已没有了过去的辉煌 欧阳仲的重伤并且下落不明 还有护国堂的没落 使得皇室失去了依靠 星云皇室 大殿 菲尔 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欧阳仲一脸的伤感 如此鼎盛的皇室 却在短短的几天 衰败成这个样子 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欧阳仲一直认为 老祖宗这次出关 成就蜕变境界 就算无法超越雷霆帝国 也可以凌驾于其他王国之上 但是现在呢 父皇 要是当初我们能够拉拢隆傲 相信今天皇室也不会沦落到这等地步 要是放在以前 欧阳飞肯定不敢如此说 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欧阳飞似乎已经豁出去 尤其是隆傲没有杀他 更加给了他触动 欧阳风没有丝毫的愤怒 因为此事他的确做错了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龙傲能在短短的数月强势崛起 甚至能够重创老祖宗 哪怕是龙傲借助了雷杰之力 但结果已经注定 哈哈哈哈 难道龙傲真的赢了吗 老祖宗只是受了重伤 只要老祖宗不陨落 我们皇室就不会灭亡 总有一天 我星云皇室要他平吃火镇 还有龙家 至于龙傲 我会让他知道 招惹我星云皇室的后果是什么 直到此刻 欧阳风还是自信满满 因为在他看来 只要老祖宗活着一天 那么星云皇室就不会衰落下去 老祖宗 星云皇室的希望 也是唯一希望 想要他平吃火镇和龙家 就平你 看着忽然走进来的黑衣白发少年 不管是欧阳风还是欧阳飞 都是一脸的震惊 第151章我为何不敢 这一刻 欧阳风的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龙傲 你还敢来 我为何不敢 冷笑一声 龙傲来到左边坐下 看了一眼欧阳飞 说道 欧阳飞 我和星云皇室之间的恩怨 今天必须解决 点点头 欧阳飞不是傻子 当然很清楚地知道 龙傲问自己 还是顾及当初的朋友之情 否则的话 按照龙傲现在的实力 需要问他吗 龙傲 我对不起你 只是说了一句 欧阳飞转身离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忽然停下 说道 龙兄弟 身为皇室太子 从小到大 我没有朋友 没有亲戚 没有兄弟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以前是 现在还是 以后同样会是 看着离去的欧阳飞 龙傲似乎有些触动 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龙傲知道 他和欧阳飞的关系 已经无法回到以前 欧阳峰 看在欧阳飞的面子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欧阳峰想要说什么 龙傲继续说道 退出皇室 带着欧阳家族离开星云王国 从此之后 你我之间的恩怨 一笔勾销 在来之前 尤其是听到欧阳峰想要他平吃火镇 龙傲真的想要借此机会灭掉欧阳家 强行取代星云皇室 但就在刚刚 听完欧阳飞的话 龙傲临时改变了主意 不管欧阳飞做过什么事情 他曾经始终将欧阳飞当作是朋友 单单是这一点 龙傲不想将事情做得太绝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准备放下这份恩怨 退出皇室 欧阳峰愿意吗 毫无疑问 欧阳峰百分之百肯定不愿意退出皇室 因为他不是傻子 当然很清楚地知道 一旦欧阳家退出皇室 那么面临只有一条路 就是慢慢走上灭亡 龙傲 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缓和 摆摆手 不给欧阳峰任何说完的机会 龙傲声音也冷却下来 说道 欧阳家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退出皇室 第二条路 我会屠戮整个欧阳家 听到此话 欧阳峰的脸色更加阴沉起来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身为皇室的皇帝 平时欧阳峰可以说是要峰的风 要雨的雨 何时受过如此侮辱 被逼着退出皇室 此时要是传出去 欧阳家的颜面何存 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后 欧阳家要是不退出皇室 我会亲自前来 站起身 龙傲深深地看了一眼欧阳峰 没有继续留下快速离去 独自一人坐在大殿 欧阳峰似乎苍老了十几岁 身为一国之君 从来没有一刻 欧阳峰如此无助 被一个小小的赤火震龙家弟子逼得要退出皇室 这种事情似乎还没有发生过 老祖宗 你到底在哪里 离开星云皇室 龙傲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因为他已经确定 欧阳重不在皇室之内 否则的话 他刚刚逼欧阳家退出皇室 欧阳重早就出来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龙傲同样能够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欧阳重的伤势很重 非常重 欧阳重 一个超级隐患 要是无法铲除这个隐患 先不说自己 单单是自己的家族会有很大的威胁 星云城 除了皇室称霸之外 还有四大家族鼎立 四大家族分别是五级龙家 苗家 城家 南宫家 除了皇室 整个星云城 恐怕苗家和龙傲之间的恩怨最大 现在的苗家很老实 根本不敢去招惹龙傲 至于其他三大家族 包括五级龙家 都似乎放弃了恩怨 毕竟龙傲的事迹已经传遍星云城 在欧阳重气势压制下引动雷杰 顺利度过雷杰之后 借助雷杰之力重创欧阳重 甚至一刀斩杀上百万军队 这样的杀神 谁还敢招惹 对于星云城的几大家族 龙傲并不打算驱除或者消灭 有些时候威逼利诱才是最好的办法 这次前来星云城 龙傲最大的目的就是寻找欧阳重 至于王家入住星云皇室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毕竟以王家的实力 就算能够入住皇室 恐怕也无法稳住皇室之位 就这样 龙傲在星云城足足待了三天 依然毫无头绪 就在第四天的时候 好超忽然出现 开门见山地说道 龙兄弟 你现在是不是寻找欧阳重的下路 龙傲重创欧阳重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天州 好超知道没有丝毫的好奇 看着面前的黑衣白发少年 好超有些难以置信 依稀记得 当初第一次见龙傲 对方还只是一线天舞者而已 但短短的数月时间 对方就已经成长到此等地步 雷结境界 想都不敢想的境界 身为以前护国堂的成员 好超当然知道 蜕变舞者意味着什么 先天舞者在蜕变舞者面前 只能是一个笑话 点点头 对于好超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说道 好兄 我正是寻找欧阳重 斩草除根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好超便没有继续问 而是说道 龙兄弟 我知道欧阳重的下落 在哪里 听到好超知道欧阳重的下落 龙傲先是一喜 接着迫不及待地问道 不管怎么说 欧阳重的实力摆在那里 趁着欧阳重受伤 正好是斩杀对方的最佳时机 一旦错过机会 鬼知道日后还能不能得到机会 龙兄弟 之前你借助雷结之力 重创了欧阳重 欧阳重并没有敢留在星云城 而是前往雷霆城 进入了雷霆皇室 雷霆皇室 似乎有些惊讶 龙傲想不通 欧阳重为何要前往雷霆皇室 不过他却可以肯定一件事 那就是雷霆皇室既然选择接纳欧阳重 那么就已经表明一个态度 就是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雷霆皇室 龙傲双拳已经紧紧地握着 本身对于雷霆皇室没有丝毫的好感 尤其是古博 还想置自己于死地 看来雷霆皇室想要相助欧阳重 龙傲有些民众 因为他知道 星云皇室和雷霆皇室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否则的话 欧阳重不可能逃到雷霆皇室寻求庇护 第152章 我拒绝 好超也是一脸的民众 说道 龙兄弟 看来欧阳重的伤势不轻 否则的话 也不会逃到雷霆皇室避难 点点头 对于这一点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好兄 这次多谢你了 龙兄弟 不必和我客气 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尽管只说 好兄 我想问问 你如今可有地方可去 摇摇头 好超一脸的苦闷 虽然离开了星云护国堂 但身为演化舞者的他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得到尊重 但好超却不想加入任何的王国 甚至拒绝了雷霆护国堂的邀请 心中顿时一喜 龙傲开门见山地说道 好兄 你我朋友 我直话直说 如果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不如前来赤火镇 成为我龙家的客亲 如何 连想都没有想 好超就答应下来 好兄 你放心 就算成为我龙家的客亲 也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摆摆手 好超笑着说道 龙兄弟 反正我也准备闭关修炼 正好可以前往赤火镇 好超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龙傲邀请他的目的 毕竟现在的赤火镇看上去风光无限 实则危险重重 一旦遇到危险 赤火镇的麻烦就大了 接下来 两人聊了一会 好超就起身离开新云城 前往赤火镇 对于好超能够成为家族的客亲 龙傲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 好超都是演化舞者 本身实力摆在那里 一般的先天舞者根本不是好超的敌手 雷霆皇室 龙傲并没有立刻前往雷霆皇室 因为他知道 雷霆皇室既然选择收留欧阳仲 就已经摆明想要和自己作对 修为虽然顺利度过雷杰境界 但龙傲却有着自知之明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和整个雷霆皇室对抗 一旦连累家族 那就偷鸡不成十把米了 自己该怎么办 前往雷霆皇室 以武力解决自己和欧阳仲之间的恩怨 不前往雷霆皇室 一旦欧阳仲伤是恢复 后果会很麻烦 一时之间 龙傲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星云城 漆黑的夜晚繁星点点 刚刚进入修炼状态的龙傲 被一股强大气息笼罩 还没有等龙傲反应过来 一股细微的声音传来 好奇之下 龙傲已经悄然离开客栈 跟着黑影快速射去 两人一前一后 速度很快 转眼间已经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距离星云城不远的荒山之巅 你是何人 为何找我 看着对面的黑衣人 龙傲很是惊讶 因为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面前的黑衣人 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很是强大 与张智杭一般无二 也就是说 面前的黑衣人 乃是一位帝皇舞者 对于黑衣人的身份 龙傲很是好奇 而这个时候 黑衣人忽然转过身 见眉心目 大鼻子 小嘴巴 大概有二十七八岁 一副高高在上的孤傲 似笑非笑 黑衣青年冷声问道 你就是龙傲 正是我叫夏军 来自雷霆宗 夏军 雷霆宗听到对方自曝身份 龙傲更加变得警惕起来 因为对于雷霆宗 他并不感到陌生 作为六大宗门之一的雷霆宗 不管是实力还是底蕴都摆在那里 和火焰宗齐鸣 凌驾于其他四大宗门之上 难道雷霆宗来找麻烦 想想龙傲感觉此事有些臭蛋 名义上 雷霆帝国乃是雷霆宗的分支 但众所周知 在雷霆宗眼里根本没有将雷霆皇室放在眼里 根本不可能为了自己 而出动一位帝皇舞者 要真是如此 雷霆宗为年有些小题大做 似乎能够猜到龙傲心中所想 夏军笑了笑 说道 你不用担心 我这次来不是找你麻烦 你和星云皇室的恩怨 与我雷霆宗无关 这次找你主要是为了张志航 张志航 听到夏军的话 龙傲瞬间明白 因为天周六大宗门 看上去很是和睦 实则明争暗斗 都想消灭对方 难道金阳宗和雷霆宗的恩怨很大 直接说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哈哈哈哈 很好 我很欣赏你的性格 既然如此 那我就开门见山 龙傲 你和张志航之间的事情 我已经了解 想不想得到奥雪 龙傲并没有说话 因为他不知道夏军到底想要说什么 龙傲并不想成为金阳宗和雷霆宗的牺牲品 据我所知 三个月后 奥雪和张志航就要完婚 单凭你 休想从张志航手中夺走奥雪 不过你要是和我合作 我可以保证 你和奥雪能够在一起 如何 条件 龙傲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夏军不可能平白无故的相助自己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很清楚的知道 夏军肯定有条件 夏军越发的赞赏起来 点点头 说道 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要你帮我杀了张志航 第二个条件 我要你帮我得到一件东西 只要你能够答应我这两个条件 我就帮你从张志航手中夺来奥雪 如何 听完两个条件 龙傲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夏军的两个条件看上去轻松无比 实则危险重重 第一 张志航乃是帝皇舞者 凭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是张志航的敌手 第二 连夏军都无法得到的东西 想想都知道想要得到有多么的困难 龙傲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我拒绝 什么 你拒绝 夏军似乎没有想到 对方会直接拒绝自己 因为在他看来 龙傲会答应 因为对方只有靠自己的相助 才可以夺得奥雪 龙傲 你凭什么拒绝 你要知道 张志航不仅是金阳宗少宗主 更是帝皇舞者 并且列位风云榜第三位 没有我的相助 就凭你也想要从张志航手中夺走奥雪 你自己相信吗 夏军 不否认 我必须得到奥雪 但我会靠自己的实力去 而不是靠他人力量 至于你和张志航之间的恩怨 还有金阳宗和雷霆宗之间的恩怨 我不想插手 所以我拒绝 哈哈哈哈 靠自己的实力 听到龙傲的话 夏军忽然大笑起来 似乎听到了世间最可笑的事情一般 脸上写满了轻蔑和鄙视 因为一个小小的雷杰 在他眼里几乎和楼椅相差不多 第153章重返雷霆城 蜕变武镜 由低到高依次为雷杰境界 蜕变境界 人亡境界 帝皇境界 道祖境界 雷杰境界和人亡境界之间的差距 可想而知 吴氏夏军的嘲讽 龙傲并没有说话 冷冷地看着 龙傲 三个月后 张志航和奥雪会在鬼王宗玩婚 难不成你想独自去抢青 是又如何 哈哈哈哈 好一个狂妄的小子 不知天高地厚 龙傲 我现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是否和我合作 不需要 再次被拒绝 夏军的脸色终于阴沉下来 忽然说到 龙傲 你为列百战榜11位 并且修为已经突破雷杰境界 已经可以追逐风云榜 按照我的估算 以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可以排入风云榜70位 在史俗中 你已经很不错 风云榜 凌驾于百战榜之上的一个榜单 九州共有九个百战榜 同样有着九个风云榜 六大宗门的弟子不能追逐百战榜 而风云榜 却是所有人都能够追逐 龙傲斩杀叶一刀 列为百战榜11位 接着才在欧阳中的气势压制下 引动雷杰 并且顺利度过雷杰 所以无需夏军说 龙傲心里有着十足的信心 以他现在的实力 先不说风云榜 单单是百战榜前十名 绝对有资格追逐 但现在 龙傲根本顾不上百战榜和风云榜 因为在他心里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如何抢轻 三个月时间 正如夏军所说 三个月后 就是奥雪和张志航的完婚之日 到了那个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要解决此事 张志航 被金杨宗欲为百年来第一天才 修为不仅突破地皇巅峰境界 更是列为风云榜第三位 对于张志航的事情 龙傲几乎已经知道 说到底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天纵奇才 而我夏军 同样天纵奇才 却始终无法超越张志航 只能列为风云榜第四位 所以我不甘心 我很不甘心 这一刻 听完夏军的话 龙傲终于明白 夏军心中所想 一个是金杨宗的天纵奇才 一个是雷霆宗的天纵奇才 一个位列风云榜第三位 一个位列风云榜第四位 两人都是帝皇境界 实力确实相差很多 虽然只是一个名次相差 但龙傲很清楚 其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心里不服气 可以凭借修炼 获得实力从而战胜张志航 虽然我和他不对盘 但身为一名舞者 我很清楚地知道 舞者的舞品是什么 你想教训我 错 我不是教训你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 依靠阴谋诡计 就算战胜张志航 身为舞者 其实你也输了 似乎有些触动 夏军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低头沉思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夏军终于抬起头 笑着说道 你很有意思 龙傲 我很期待三个月后的事情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你说得很对 身为一名舞者 我要靠实力战胜张志航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哈哈哈哈 好 龙傲 我很期待你成长的那一天 三个月后 等你解决你的事情 我会再来找你 告辞 看着快速离去的夏军 龙傲并没有就此离开 站在山峰之巅 被冷风狠狠地吹着 双眼看着前方无尽的虚空 脑海之中不知道想着什么 百战宝 风云宝 总有一天 我会追逐风云宝 双拳紧紧地握着 龙傲脸上写满了坚定 因为他已经决定 三个月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前往鬼王宗一趟 修为顺利突破雷截境界 但龙傲却发现 按照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是远远不够 蜕变武境 雷截境界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不管是之前出现的张志航 还是现在的夏军 都是帝皇武者 以他雷截的实力 是帝皇武者的敌手吗 实力 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其他 一切都是扯淡 第二天 清晨 龙傲没有继续逗留在新云城 而是前往雷霆城 思前想后之下 龙傲还是决定前往雷霆城 寻找欧阳仲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一旦让欧阳仲恢复伤势 先不说他 单单是家族 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心中就算有着一万个 不愿意和雷霆皇室撕破脸皮 龙傲知道自己都必须搏一搏 这次前往雷霆皇室 龙傲考虑到两点 第一点 欧阳仲的伤势不知道何时能够恢复 所以早一分钟 自己就多一分把握 第二点 三个月后 他要前往鬼王宗 所以在前往鬼王宗之前 他必须解决欧阳仲的事情 不能给家族留下任何的麻烦和危险 雷霆城 龙傲刚刚进入雷霆城 已经被各大家族 包括雷霆皇室盯住 毕竟现在的龙傲很有名气 尤其是渡过雷杰仲创欧阳仲 并且一刀斩杀上百万军队 更是轰动天州 雷霆城 除了雷霆皇室之外 共有三大家族鼎立 分别是四级龙家 蒋家和端木家族 刚刚进入雷霆城 端木林和蒋军前来找麻烦 被龙傲直接打残 要是以前 相信端木家和蒋家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但现在的情况 两大家族都选择沉默 不敢去找龙傲的麻烦 至于龙傲 进入雷霆城 还不到两个时辰 就迎来了第一个老朋友 龙伊利 当初龙伊利和龙傲交易 只要龙傲能够斩杀龙井 就送出一株万年血灵芝 双方交易成功 自此两人也没有任何的联系 正是因为如此 这次龙伊利找到自己到底所谓何事 龙傲很是好奇 可要知道 龙傲和星云皇室的事情 已经弄得尽人皆知 并且欧阳众躲入雷霆皇室 不知道是谁放出的消息 所有人同样知道 明眼人都知道 龙傲和雷霆皇室肯定不对盘 既然如此 龙伊利这次而来 难道不怕雷霆皇室吗 酒楼之内 豪华的酒楼只有龙傲和龙伊利两人 两人并没有说话 只是喝着酒 第154章神龙血液 龙傲 你的成长出乎我的意料 不得不承认 你真的很不错 对于龙伊利此人 龙傲并没有多少好感 心机太深 典型的杀人不眨眼 笑里藏刀 你这次找我 有什么事情直说 龙傲的声音不冷不淡 因为在他眼里 并没有将龙伊利当作是朋友 龙伊利当然知道此事 笑着说道 龙锦已死 这么多年的仇恨已报 我这次来找你 除了和你说声谢谢之外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你到底是不是龙武者 龙武者 龙世家族之所以能够成为 天武大陆数一数二的超级家族 就是靠着龙族 因为每一名龙武者 都是无比强大的存在 但龙世家族却有着明文规定 不是三级以上龙家弟子 是不可以进入龙骨 对于龙伊利话中的意思 龙傲又何尝不知道 你认为呢 我认为你是龙武者 龙傲没有回答 正是因为如此 气氛瞬间陷入僵局 忽然间 龙傲大笑了起来 笑着说道 龙伊利 我真是很好奇 像你这样的高手 为何要找我去杀龙井 要是以前 龙傲百分之百 无法感应出龙伊利的真实实力 但现在却不一样 顺利度过雷杰 成为雷杰舞者 龙傲已经能够清晰的感应到 面前龙伊利的强大气息 哪怕是龙伊利故意隐藏 既然你已经感应出来 那我也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下去 话音刚落 龙伊利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威压 本以为可以压制对方 但让龙伊利感到震惊的时候 龙傲似乎不为所动 笑了 龙伊利很是赞赏地说道 无愧是一刀披散雷云的人 龙傲 我真的很好奇 你到底是不是龙武者 龙伊利还是不肯放弃 依然纠结着这个问题 蜕变境界 之前还不敢确定 当龙伊利释放出强大的气势 龙傲终于万分肯定 面前的这位龙家少爷 乃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蜕变舞者 蜕变舞境 由低到高一次划分为雷杰境界 蜕变境界 人亡境界 帝皇境界和道祖境界 顺利度过雷杰 将会借助雷杰留在体内的力量 从而洗练自身 直至发生三次值的改变 也就是说 蜕变共有三个等级 一次蜕变 二次蜕变 三次蜕变 龙傲还不能确定 面前的龙伊利 到底是几次蜕变舞者 龙伊利 这个人人嘲讽的顽固弟子 却是深藏不漏的蜕变舞者 要是此事传出去 恐怕没有人愿意去相信 我也很想知道 你既然是蜕变舞者 为何不亲自报仇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 以龙伊利的实力 想要斩杀龙井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更加可以做得滴水不漏 不让任何人发现 叫了笑 龙伊利说道 因为我想考验你 算是给你一个机会 沉默机会 这下龙傲更加好奇起来 在此之前 他和龙伊利不认识 难道此人有特殊爱好 龙傲 你的事情我已经全部知道 龙伊利端起桌子上的酒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想了想 龙伊利继续说道 十年前 你是赤火镇第一天才 不知为何 却无法凝聚内境达到回圈不息 但十年后 你突然崛起 相信你应该得到了什么机遇 龙傲并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面前的龙伊利 龙傲 你得到什么机遇我不在乎 我很看重你身上的坚持 整整十年坚持 就算是我 都无法做到 摆摆手 龙傲这个时候说道 龙伊利 你卫装得也不错 表面顽固 实则是天纵奇才 像你这般天才 我很纳闷 龙家为何不好好把握 龙叉 不知道龙傲的话 是否触动了龙伊利 直接一掌将身边的凳子打成碎末 哼 龙家 要不是身为龙家之人 相信我现在走得可以更远 龙傲 我这次找你 是想和你合作 合作 龙傲 我们开门见山 我是一位龙武者 相信你也是一位龙武者 要不是忌惮龙世家族 我早就离开家族外出闯荡 而我们是龙武者的事情 万万不能让龙世家族知道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龙武者 龙伊利是龙武者 听到龙伊利居然也是一位龙武者 龙傲算是彻底惊讶了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龙伊利也得到了聚龙认可 难道龙伊利也进入过龙谷 龙傲心里很清楚 进入龙谷的入口很多 否则的话 他也不可能进入龙谷 得到小家伙的认可 看来龙伊利也是运气所致 得到聚龙认可 成为了龙武者 龙伊利没有说 龙傲也没有多问 龙傲 一年前 我无意之中得到一幅藏宝图 上面记载着一处地方 里面拥有着两滴龙神血液 只要我们能够得到 分别服用的话 相信我的实力可以有很大的提升 龙神血液 对于龙神 龙傲也有所听闻 作为龙谷至高无上的最强者 龙神乃是最为强大的巨龙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才很惊讶 为何这个地方会拥有两滴龙神血液 似乎能够看出龙傲心中所想 龙伊利直接从怀里取出藏宝图 说道 你自己看 只是扫了一眼 龙傲就已经看清楚 虽然心里很是疑惑 但这样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 毕竟两滴龙神血液意味着什么 他心里最清楚不过 龙傲 我知道你和欧阳仲之间的恩怨 恕我直言 听你现在的实力 想要撼动雷霆帝国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 雷霆帝国背后还有雷霆宗座靠山 所以龙傲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想办法提升实力 点点头 对于此事 龙傲也深思熟虑过 要是自己的修为能够突破蜕变境界 那么就算欧阳仲恢复伤势 自己也不用再担心 不过龙傲还是很好奇 问道 龙伊利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何选择我 第155章字段双臂 这个地方我已经去过 但始终无法开启 你如此相信我 我已经算计过 只要有两位雷杰以上的舞者联手 相信一定可以开启石门 没有继续问下去 龙傲知道 没有危险 就不会有机遇 正如龙伊利所说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撼动雷霆皇室 更加不要说雷霆宗 与其和雷霆皇室撕破脸皮 还不如碰碰运气 一旦得到龙神血液 说不定实力可以有很大的提升 一旦境界从雷杰突破到蜕变 那么自己就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斩杀欧阳仲 欧阳仲 也正是一次蜕变舞者而已 想到这里 龙傲没有继续迟疑下去 点点头 同意道 我答应你 一旦我们得到神龙血液 我要其中的一滴神龙血液 没有问题 三天之后 我们出发 等到龙伊利离开 龙傲独自一人喝酒 脑海之中 不断想着此事 龙伊利是龙舞者 两滴神龙血液 直到此刻龙傲都想不通 龙伊利为何要选择自己 想来想去 只想出一个可能 那就是龙伊利之所以选择自己 难道是因为自己也是龙舞者 出来吧 龙傲 多日不见 看来你过得还不错 刚刚送走龙伊利 就迎来了三皇子赵浩 对于这位皇子 龙傲很是鄙视 要不是因为雷霆皇室 他早就出手将其灭杀了 看着进来的一老一少 龙傲很是惊讶 因为跟在赵浩身边的老者 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 明显是雷杰舞者 滚 哈哈 你让我滚 你凭什么 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赵浩忽然说道 龙傲 不要以为你借助雷杰之力 重创了欧阳重 就可以天下无敌 我今天明确地高手你 如果你不跪下 我让你好看 阁下是 根本无视赵浩 在龙傲眼里 三皇子赵浩只不过是 仗着绅士好罢了 像这种人渣 人人的耳朱之 龙傲 我是雷霆护博唐风魔 这次前来 主要是给你带个话 明晚 唐主和陛下在皇室邀请你 告辞 风魔前辈 你等等 看到风魔离开 赵浩彻底害怕起来 根本不敢逗留 起身追了出去 两人一前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皇室邀请自己 这种情况下 雷霆皇室邀请自己 想想都知道没有好事 但为了家族 龙傲知道自己只能前往 毕竟按照家族的实力 还不是和雷霆皇室 彻底撕破脸皮的时候 一旦雷霆皇室苟急跳墙 出手对付家族 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天 黄昏 龙傲孤身一人前往雷霆皇室 单单是这份勇气 就足以傲视同辈 进入皇室 整个大殿已经坐满了人 刚刚踏入大殿的龙傲 双眼死死地盯着坐在左边位置的欧阳仲 果不其然 欧阳仲躲入了雷霆皇室 也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才更加惊讶起来 不知道这次雷霆皇室和护国堂 为何邀请自己前来 难道是想对付自己 此事似乎有些说不通 要是雷霆皇室想要对付自己 何必多此一举 直接出手即可 龙傲 快快请坐 对于赵芒死人 龙傲很是看不懂 不过已经进入雷霆皇室 也没有鲁莽形式 从而坐了下来 整个大殿 除了皇帝赵芒 护国堂堂主谷博之外 还有昨天的风魔 欧阳仲等人 每个人都死死地盯着龙傲 似乎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龙傲 你和欧阳兄之间的恩怨 我已经全部知道 当初你借助雷杰之力 重创了欧阳兄 欧阳兄已经准备既往不救 希望你也可以兵士前嫌 兵士前嫌 龙傲心里冷恒一生 他不是傻子 欧阳重现在身受重伤 所以才选择既往不救 一旦恢复伤势 难道欧阳仲还原因兵士前嫌吗 毫无疑问 一旦欧阳仲恢复伤势 相信第一个对付自己的就是欧阳仲 看到龙傲不说话 古博有些不爽 不高兴地说道 龙傲 陛下和你说话 是否愿意痛苦点 我和欧阳仲之间的恩怨 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龙傲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正是因为如此 古博和赵莽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至于欧阳仲 脸色更是阴沉到了极点 身为蜕变舞者 他何时受过如此侮辱 但雷杰之力实在太过恐怖 欧阳仲算过 想过恢复伤势 最起码需要三个月时间 否则的话 他也不用借助雷霆皇室拖住龙傲 这一刻的欧阳仲 心里恨不得立刻杀了龙傲 但他知道 三个月内 自己不能招惹龙傲 否则不仅是他 就算是星云皇室 都会有很大的麻烦 龙傲 渊渊相报何时了 陛下 既然你已经如此说了 那我也退一步 只要欧阳仲字断双臂 从此之后 我和星云皇室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 龙傲 你欺人太甚 你真的以为你天下无敌了吗 龙傲并没有说话 只是冷笑地看着对面的欧阳仲 想要就此罢手 赵莽的脸色也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身为雷霆皇室的皇帝 何人敢误蔑他的意思 除非是雷霆宗 但对于龙傲 赵莽真的不愿意开罪 因为此字的变数太大 星云皇室就是最好的例子 想到这里 赵莽的脸色恢复正常 笑着说道 龙傲 看在我的面子上 是否可以就此一笔勾销 陛下 此子竟然敢目舞我雷霆皇室 理应处死 摆摆手 赵莽说道 谷兄 此事交给我处理 既然如此 陛下 那我先告辞了 古博身为护博堂堂主 名义上地位不如赵莽 但实则两者相差无几 正是因为如此 古博根本不给赵莽任何面子 转身快速离去 看到这种情况 护博堂的其他成员 包括风魔在内 全部跟着古博离去 整个大殿 只剩下三人 皇帝赵莽 星云老祖宗欧阳仲和龙傲 心里虽然有着一万个不少 但赵莽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第156章五尺 陛下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给欧阳仲两个选择 说说看 不管怎么说 赵莽始终都是雷霆皇室的皇帝 要是自己一意孤行 只能和雷霆皇室撕破脸皮 到时候家族会有很大的麻烦 为了家族 只能忍一时风平浪静 第一个选择 欧阳仲自断双臂 第二个选择 一个月后 欧阳仲要和我公平一战 生死不论 好 一个月后 我就和你一战 我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如此狂妄 连想都没有想 欧阳仲直接答应下来 虽然被雷杰之力重创 需要三个月休养恢复伤势 但欧阳仲知道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自己要是不应战的话 万一赵莽选择放弃自己 那么麻烦就大了 欧阳仲不敢赌 因为赵莽的态度极其不确定 好 既然欧阳兄也同意 那么一个月后 你们生死一战 陛下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我先告辞了 龙傲没有继续逗留下去 起身转身快速离去 不一会 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陛下 龙傲此人必死 龙傲刚刚离开 去而复反的古博一脸音效 搞得欧阳仲很是惊讶 不知道古博和赵莽 葫芙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赵莽也是一脸的音效 说道 欧阳兄 龙傲和鬼王宗的关系 相信你也略知一二 所以我们不能光明正大的斩杀龙傲 鬼王宗 欧阳仲当然知道鬼王宗 身为六大宗门之一 鬼王宗的实力和底蕴不容小事 赵大哥 就算我们杀了龙傲 鬼王宗也不可能为了一个人 去招惹雷亭宗 死子留下 必成大祸 赵莽只是笑笑 并没有说话 古博却说道 欧阳兄 以你的实力 想要斩杀龙傲 似乎并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 脸上有些苦笑 欧阳仲说道 我被雷杰之力重创 想要恢复实力需要三个月 不满两位 一个月后 我和龙傲生死一战 我没有丝毫的信心 身为蜕变舞者 却说出如此的话 欧阳仲感觉自己的脸面彻底丢光 但事实就是事实 古博笑了笑 充满信心地说道 欧阳兄 我们自有办法相助你 离开雷亭皇室 龙傲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古博和赵莽唱得好一出双簧 要不是仔细观察 还真的以为赵莽为了自己得罪了古博 龙傲心里很清楚 自己和欧阳仲相比较起来 雷亭皇室最终还是选择了欧阳仲 一个月时间 也就是说 自己在这一个月时间内 必须提升到蜕变境界 否则的话 一个月的一战 自己很难战胜欧阳仲 返回客栈 龙傲立刻进入修炼状态 不知不觉之众 三天时间已过 龙伊利和龙傲选择在雷亭城外相聚 根据藏宝图上所记载的位置 神龙血液的山洞并不在雷亭帝国境内 而是在火焰帝国的境内 火焰帝国 天州两大帝国之一 背后更有着火焰宗支持 这么多年来 火焰帝国和雷亭帝国一直都在明争暗斗 都想搞垮对方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火焰帝国和雷亭帝国都相安无事 出到底 火焰帝国和雷亭帝国不可能出现被灭想象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两大帝国背后的火焰宗和雷亭宗 也就是说 除非是火焰宗和雷亭宗分出胜负 否则的话 雷亭帝国和火焰帝国就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一直下去 火焰森林 火焰帝国最大的灵兽森林 灵兽的天堂 武者的地狱 经过几天的赶路 龙傲和龙伊利两人终于赶到 火焰森林 有了第一次 龙伊利显得格外的轻知熟路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 龙傲跟在龙伊利背后 也不说话 也不多问 就这样静静地跟着 火焰森林 一处极其僻静的山谷内 龙伊利将大石扳开 里面露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色通道 一眼望不到头 龙伊利说道 这就是拥有神龙血液的山洞 我已经试过 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打开无形石门 除非是我们两人联手 无形石门 龙傲很是好奇 伸出手摸了摸黑色通道 果不其然 黑色通道被一层看不见的气罩所抵挡 不管如何使力 始终无法破开气罩 龙傲 是不迟疑 我们联手破开气罩 点点头 既然来了 龙傲也知道 自己必须得到神龙血液 也许神龙血液对自己无用 但对于龙强来说 却是晋级的好东西 龙傲和龙伊利都没有再说话 两人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无形气罩 猛然间 两人全部出手 两股恐怖的力量瞬间而出 在半空之中汇聚成一股力量 狠狠地撞击在气罩之上 毫无声息 但龙伊利却是惊喜连连 根本不给龙傲任何反应的机会 一个剑步 整个身体已经窜了出去 看着已经消失在黑色通道的龙伊利 龙傲并没有丝毫的着急 虽然这是第一次前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感觉这件事有些非比寻常 外开脚步 龙傲不着急地进入黑色通道 刚刚踏入 就侧身一躲 脸色瞬间冷却下来 说道 龙伊利 你无耻 已经进入黑色通道的龙伊利 忽然开始攻击龙傲 蜕变舞者始终都是蜕变舞者 龙伊利的实力可想而知 完全可以比你欧阳重 龙傲 交出你的龙伙伴 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做梦 龙傲不是傻子 终于知道龙伊利的意思 第一 先和自己破开气罩 第二 抢夺自己的伙伴龙强 第三 不想分给自己神龙血液 龙伊利的攻击滚滚而来 就算是龙傲有着十足的信心 也不敢硬碰硬抵挡 连连倒退 直接被龙伊利轰出黑色通道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龙傲已经非常警惕 就害怕对方玩什么花招 但还是没有想到 龙伊利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龙傲 神龙血液肯定没有你的份 我现在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交出你的龙伙伴 第157章 九优地明珠 龙傲并没有多说废话 因为他已经知道龙伊利的目的 多说无意 反正也不进去 龙傲就不相信 龙伊利赶出来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龙伊利肯定忌惮自己 否则的话 龙伊利不会不出来 正如龙傲所想 龙伊利的确很忌惮 可要知道 当初龙傲只是皈依武者 却在一位蜕变武者的气势压制下 引动雷杰 不仅顺利度过雷杰 更是重伤了欧阳仲 正是因为如此 龙伊利才不敢踏出山洞 更何况 山洞内 有着两滴神龙血液 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龙伊利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足足等了一分钟 龙傲重新迈开脚步 踏入山洞 这次没有得到攻击 龙傲已经知道 在自己和两滴神龙血液之中 龙伊利最终还是选择了两滴神龙血液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迟疑 加快速度 朝着通道深处而出 整条通道无比的悠长 不知道飞奔了多长时间 终于看见一丝亮光 心中顿时一喜 龙傲来到通道边缘 看着面前的巨大山洞 并没有立刻踏入 而是脸上写满了震惊 整个山洞无比的巨大 到处布满了蜘蛛网 一根根蜘蛛网相互交错 血红色 散发出诡异的气息 迎面扑来 龙傲快来救我 刚刚踏入山洞的龙伊利 被巨大的蜘蛛网死死的缠住 甚至连力量都被压制 死死的压制 龙傲只要你救了我 两滴神龙血液都是你的 我一滴都不要 自作自受 龙傲笑了笑 本来按照他们两人的约定 一起前来煽动 两滴神龙血液 一人一滴 但龙伊利却是出尔反尔 正如龙傲所说 龙伊利乃是自作自受 龙傲 只要你肯相助我 我就告诉你一个关于龙武者的秘密 如何 龙武者的秘密 要说不动心 那都是骗人的 但龙傲依然没有选择相助 原因很简单 龙伊利太过无耻 鬼知道自己救了他 会不会反过来继续攻击他 龙傲 龙世家族之中 有一个关于龙武者的秘密 只要你能够得到 就可以人龙合一 实力叠加 你想想 这意味着什么 人龙合一 实力叠加 龙傲当然很清楚龙伊利所说的意思 人龙合一 实力叠加 单单是这一点 就足以诱惑自己 但龙傲却没有立刻相信 毕竟谁知道龙伊利所说 到底是真是假 被蜘蛛王死死的缠住 龙伊利恨不得立刻离开 急切之下 说道 龙傲 人龙合一的秘密就在我的怀里 你过来拿 龙伊利 我奉劝你一句 还是放弃吧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不管如何 我都不会相助你 直接无视龙伊利 龙傲开始打量起四周的环境 整个山洞 布满了蜘蛛王 根根血红色蜘蛛王 就好像一张张大嘴 张着血盆大口 想要吞噬一切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恐怖的血腥气息瞬间笼罩了整个山洞 大吃一惊 龙傲一眼看去 发现山洞最深处 忽然亮起两个太阳 金光闪闪 散发着血腥目光 这是什么东西 被蜘蛛王缠住的龙伊利 惊呼之余 立刻释放出自己的龙伙伴 身为一名龙武者 一般情况下 龙伊利根本不敢泄露自己是龙武者的秘密 一头大概三米多长的土黄色巨龙出现 就在龙伊利信心满满的同时 土龙直接被蜘蛛网缠住 甚至被这股血腥气息死死的压制 连洞都无法动 不要说龙伊利 就算是龙傲 都无比的震惊 因为最神秘的生物 也是最可怕的存在 直到此刻 他都不知道山洞深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能够看到两只巨大的血色眼睛 看上去诡异无比 龙傲救我 龙傲不是傻子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去救一个敌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两只血红色眼睛射出两道血光 直接覆盖了龙伊利和土龙 啊 惨叫声传来 龙傲的脸色更加阴沉几分 因为这个时候 他终于看清楚山洞深处的生物是什么 一头小山般的血红色蜘蛛 有着八根锋利的刀角 还没有等龙傲搞清楚状态 一股恐怖的血腥气息已经将他覆盖 紧接着 几根血红色蜘蛛网拉住他的双脚 直接将他拉进了山洞 龙傲不会选择座椅待毙 手持血影狂刀 瞬间劈出一道道刀芒 刀芒之中 蕴含着雷杰之力 而雷杰之力 刚刚好又是血腥气息的克星 正是因为如此 血红色蜘蛛吃痛 收回蜘蛛网 趁着这个机会 龙傲转身快速落到地面 直接躲入墙壁边的一个凹回去的空间内 被雷杰之力极重 血红色蜘蛛愤怒地狂吼着 将所有的愤怒全部发泄到龙伊利和土龙身上 虽然龙伊利乃是蜕变舞者 更是龙舞者 但血色蜘蛛的实力太过强悍 龙伊利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一头吞下 脸带着土龙也成为了血色蜘蛛的美餐 躲在洞壁的龙傲 看到龙伊利和土龙被吃 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自己这次算是彻底被坑了 不仅没有得到两滴神龙血液 居然还遇到如此强大的灵兽 这一刻 龙傲已经开始怀疑藏宝图的意图 难道是有人故意如此 主人 你的运气真的很不错 自己的运气很不错 很是疑惑 不知道龙府所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灵魂进入龙印空间 开门见山地问道 龙府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主人 你有所不知 这个山洞内的灵兽名为九幽地明珠 乃是龙族天生的敌人 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刚刚我已经感应到 这头九幽地明珠 实力应该在盗祖巅峰 盗祖巅峰 龙傲当然知道盗祖巅峰意味着什么 蜕变武镜 盗祖巅峰乃是巅峰境界 龙傲也万万没有想到 外面的这头九幽地明珠居然会是盗祖巅峰实力 龙傲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龙伊利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九幽地明珠所吞噬 第158章人龙合一 龙傲的脸色有些凝重 盗祖巅峰境界的九幽地明珠 根本不是他能够对抗了的存在 难道自己要一辈子躲在这里 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龙伊利 龙傲接着问道 龙傲 你的意思是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龙傲召唤自己 肯定是有好事 否则的话 一般情况下 龙傲不会找自己 主人 只要你能够消灭这头九幽地明珠 我就有信心 能够帮你练画出一个无比强大的魂奴或者师奴 龙傲脸上第一次有了表情 这一刻的龙傲 才算是稍微像点人 消灭九幽地明珠 龙傲狠狠地吞了一下自己的口水 消灭九幽地明珠 相当于让自己去天上吃太阳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自己和九幽地明珠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 盗祖巅峰 凌驾于帝皇之上的超级存在 龙傲 我和九幽地明珠的实力 你应该知道 你认为 以我的实力可以消灭九幽地明珠吗 主人 要是正常情况下肯定不行 但现在这头九幽地明珠不仅身受重伤 更是被封印在这里 无法离开 封印 听到龙傲的话 龙傲似乎有些惊讶 到底是谁封印了九幽地明珠 盗祖巅峰 这样的实力足以横扫天舟 难道封印九幽地明珠的是一位盗祖巅峰 既然如此 此人为何不直接抹杀九幽地明珠 偏偏要找这样的麻烦 还被自己碰上了 真是倒霉到了极点 贪贪手 龙傲一脸苦闷地说道 龙福 九幽地明珠的实力太过强大 就算是身受重伤 我也不可能是他的敌手 主人 我有办法 听到龙福的话 龙傲心中顿时一喜 毕竟这样的诱惑 要说不心动 那都是骗人的 正如龙福刚刚所说 按照九幽地明珠的实力 一旦炼制成魂奴或者师奴 最次也是盗祖巅峰实力 这样的话 自己岂不是可以在天舟横着走 主人 你和小家伙的实力 差不多都达到了雷结境界 一旦联手 再找到封印之力 一定可以消灭九幽地明珠 小家伙 龙傲心里很清楚 自己和龙墙结成龙伙伴 一旦自己的修为突破 那么小家伙的修为也会跟着突破 相反 要是小家伙的修为突破 自己的修为也会跟着突破 这就是龙武者的强悍之处 龙福 我该去哪里寻找封印之力 主人 封印之力稍后寻找 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和小家伙必须达到人龙合一 这样你们一旦联手 实力才会成倍的增加 人龙合一 龙傲很是惊喜 因为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龙伊利口中所说的人龙合一是忽悠人的 现在看来 人龙合一却有歧视 紧接着 龙傲脑海之中传来一阵资讯 正是关于人龙合一的信心 说起来简单 真正做起来却是无比的困难 不过好在他已经被小家伙认可 算是很有默契 相信做起来肯定可以事半功倍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召唤出小家伙 开始谋合人龙合一 根据龙福传给自己的资讯 就算达到人龙合一也分为很多种 也就是说 威力各不一样 这就要看个人的造化 整整一个月 龙傲一直躲在山洞修炼 并且和小家伙融合 修炼所谓的人龙合一 一个月内 九幽地明珠疯狂地寻找龙傲 并且也找到了他 但说来巧合 龙傲躲的洞壁 正是封印中心所在 不管九幽地明珠的实力如何强大 都不敢靠近洞壁 只能愤怒却不敢靠近 整整一个月 龙傲终于和龙墙谋合成功 达到了所谓的人龙合一 一道龙银声响起 彻底响动整个山洞 神龙壁 龙傲和龙墙 达到所谓的人龙合一 拥有的全新神通 虽然没有真正使出过 龙傲有着十足的信心 小家伙一旦融合到 自己的右臂之上 威力肯定很恐怖 灵魂进入龙印空间 龙傲开门见山地问道 龙福 我现在已经和小家伙 达到人龙合一 你快点告诉我 封印之力在何处 主人 你所在的洞壁 就是封印之力所在地 啊 很是惊讶 龙傲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无意之中 躲入的洞壁 就是封印 九幽地明珠的中心 难怪这一个月来 九幽地明珠 不敢进来杀自己 原来如此 龙福 我该如何做 这种事情 龙傲是第一次遇到 就算身处封印中心 也不知道该如何办 到底该如何借助封印之力 对付九幽地明珠 主人 很简单 等等我启动这里的封印 一旦九幽地明珠 被封印之力攻击 主人你就有机会 消灭九幽地明珠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此事 看上去简单 实则危险重重 稍有不慎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不管怎么说 自己和九幽地明珠 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盗祖巅峰 就算身受重伤 又被封印之力攻击 自己想要消灭九幽地明珠 还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深深呼吸一口气 好好准备一下 才准备出手 对付九幽地明珠 主人 你想好了没有 一旦消灭九幽地明珠 是将九幽地明珠 炼制成魂奴 还是尸奴 对于这一点 龙傲也很知道意味着什么 毕竟魂奴和尸奴 乃是两个不同的存在 按照血池内炼制的魂奴和尸奴 尸奴的实力 要比魂奴弱不少 但施奴却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施奴可以离开 龙印空间单独出来 而魂奴却不可以 想了想 龙傲说道 龙傲 帮我炼制魂奴 龙傲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 将九幽地明珠炼制成魂奴 因为家族已经有了火麒麟坐镇 一般的舞者 根本不可能入侵家族 既然如此 要是能够将九幽地明珠炼制成魂奴 就可以相助自己 点点头 龙傲说道 主人 一个时辰后 我会开启这里的封印 到时候你要全力出手 第159章死而复生 全力出手 龙傲当然知道尸首意味着什么 静静地调整状态 一个时辰转眼而逝 就在这个时候 龙傲发现自己身处的洞壁 出现了一股非常恐怖的力量 甚至超越了九幽地明珠身上的力量 难道这就是封印之力 根本无需多问 龙傲当然知道龙府已经开了封印之力 没有继续迟疑下去 龙傲和龙强人龙合一 龙强化为一股黑色气流转入龙傲的右臂之内 紧接着 龙傲的右臂开始突变 瞬间扩大一拳 一条紫黑色的巨龙 出现在右臂之上 看上去栩栩如生 神龙臂 龙傲和龙强达到人龙合一 反映出的神通 这也是龙傲第一次使出神龙臂 至于神龙臂的威力如何 就算是龙傲本人都不知道 龙傲一个剑步直接窜了出去 人未到 强大的气势已经限制 手持血影狂刀 血影八世瞬间叠加 狠狠地朝着蜘蛛网劈去 按照龙傲所指示 蜘蛛网乃是九幽地明珠的根本 想要消灭九幽地明珠 蜘蛛网是第一位 郁闷了一个月的九幽地明珠 忽然看到对方出现 愤怒之余 巨大的身躯狠狠地扑了过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四面八方铺天盖地压制 而来一股股恐怖的封印之力 九幽地明珠脸色大惊 根本顾不上继续出手 全力抵挡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封印之力 封印之力 正是这股封印之力 足足将它封印了这么多年 九幽地明珠当然不想重蹈覆彻 看到封印之力成功压制九幽地明珠 龙傲心中顿时一喜 刀忙而出的同时 神龙碧也狠狠地砸了出去 伴随着龙吟声 神龙碧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龙傲的速度很快 就在九幽地明珠全力抵挡 四周封印之力的时候 龙傲的神龙碧 已经狠狠地砸在九幽地明珠的头颅之上 发出一声惨叫 九幽地明珠不愧是盗阻巅峰 疯狂地抽动其整个身躯 龙傲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神龙碧外加血影狂刀 开始步步紧逼 将九幽地明珠一步步 比如洞碧之内 龙傲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这股力量既然能够封印九幽地明珠 想想都知道这股力量到底有多么强大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准备将九幽地明珠逼入洞壁之内 盗阻巅峰 雷结境界 两者相差太大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要是正常时刻 龙傲想要步步紧逼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单单是封印之力 就足够九幽地明珠头疼的 看着不远处的洞壁 九幽地明珠当然知道人类的意思 愤怒地怒吼着 但被封印之力死死地压制 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这样 龙傲步步紧逼之下 九幽地明珠终于被逼入洞壁之内 四周的封印之力犹如大海滚滚涌入 疯狂地攻击着 一波强过一波 气势滔滔 九幽地明珠算是彻底惊慌了 全力抵挡着四周传来的封印之力 但不管如何努力 始终都是徒劳务功 自曝 最终九幽地明珠并没有选择臣服或者其他 而是直接选了自曝 也就是所谓的同归于尽 龙傲也万万没有想到 九幽地明珠会选择自曝 看着巨大的山洞 不敢继续逗留下去 但洞口还远 相信他还没有离开就已经死了 同归于尽 九幽地明珠身上散发出恐怖的力量 四散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 龙傲的声音再次传来 听完之后 龙傲心中顿时一喜 朝着左边的洞壁快速而去 人未到 手中的血影狂刀已经狠狠地劈了出去 果不其然 正如龙傅所说 左边洞壁有着一道石门 刀芒过后 里面出现了一层气罩 若白色的光晕不断蠕动 大喜之下 龙傲根本顾不上其他 一个剑步已经窜了进去 消失在乳白色光晕之内 龙傲前脚刚刚消失 九幽地明珠的身体已经爆开 这次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 准备炼制九幽地明珠 但结果呢 龙傲也万万没有想到 九幽地明珠会选择自爆 毕竟不管是舞者还是灵兽 一旦选择自爆 不仅是身躯 就算是灵魂也会烟消云散 无法进入轮回 正是因为如此 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 否则不会有人愿意自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四周的血色蜘蛛网 开始重新布满整的山洞 散发出更加诡异的力量 刚当自爆的九幽地明珠 灵魂忽然出现 化为无数血光 四散在山洞的某一处 要是龙傲在这里 一定会震惊的何不容嘴 因为众所周知 不管是舞者还是灵兽 一旦自爆百分之百会烟消云散 但是现在呢 九幽地明珠选择自爆 灵魂却四散 和蜘蛛网彻底融合 而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被九幽地明珠吞噬的龙伊利 忽然重新出现在山洞之内 唯一不同的是 现在的龙伊利 乃是虚幻身影 一丝丝血光汇聚而成 至于土龙 同样是虚幻身影 同样是被一丝丝血光汇聚 龙伊利阴冷的脸上 有着愤怒 不甘 还有怨恨 原来龙伊利被九幽地明珠吞噬 身躯毁灭 灵魂并没有消失 而是在九幽地明珠的体内 这次九幽地明珠选择自爆 除了不想被斩杀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戒魂离开这里 按照正常情况下 九幽地明珠想要破开封印离开山洞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正是因为如此 九幽地明珠吞噬龙伊利 准备借助龙伊利的灵魂离开山洞 大人 请你不要消灭我的灵魂 我可以带你前往龙谷 九幽地明珠和聚龙乃是天生的敌人 龙伊利为此想要保住自己的灵魂 因为他知道 一旦灵魂被吞噬 那么他就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 哈哈哈哈 小子 不用和我玩花样 只要大爷我能够离开这里 何事不能做 不过看在你相助我的份上 我不会吞噬你的灵魂 土龙的灵魂已经被我吞噬 身躯借给你 去吧 第160章所神诛 主人 龙奥怎么办 龙伊利的灵魂霸占了土龙的身躯 当然不愿意就此放过龙奥 在龙伊利看来 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全都是拜龙奥所赐 人就是如此 实在好笑至极 白白首 九幽地明珠冷声道 我们先离开这里 说着 九幽地明珠带着龙伊利快速离去 也许是真的怕了 毕竟山洞内的封印之力 将九幽地明珠封印了这么多年 进入石门契罩 龙奥来到另外一个巨大的山洞 还没有等龙奥仔细观察 发现不远处地上的三具尸骨 好奇之下 龙奥来到三具尸骨前 发现三具尸骨一边 放着一块血布 从地上拿起血布 龙奥只是扫了一眼 脸色就已经变了 原来血布上所记载的是关于九幽地明珠的事情 三具尸骨名为天赤三祖 分别为赤君 赤丰和赤灵 三人都是道祖巅峰舞者 三人当年无意之中遇到九幽地明珠 想要将其猎杀获取受单 交手之下 三人才发现 就算他们三人联手 都不是九幽地明珠的敌手 但天赤三祖依然不甘心 想尽无数办法 也想要斩杀九幽地明珠 正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 终于被三人找到一件宝物 名为锁神珠 从而借助锁神珠封印了九幽地明珠 就在三人准备斩杀九幽地明珠的时候 意外发生 最终 天赤三祖全部被诛杀 但九幽地明珠也成功被封印 可以这样说 天赤三祖和九幽地明珠算是同归于尽 左神珠 龙奥很是好奇 不知道天赤三祖得到的这件宝物威力到底如何 为何能够封印九幽地明珠 道祖巅峰 九幽地明珠的实力可想而知 就算是三位同等级别的道祖舞者 连手都无法斩杀九幽地明珠 想想都知道九幽地明珠的实力到底有多么可怕 放下雪布 龙奥并没有乱动三具尸体 而是先找了一个地方 席地而坐 开始休养起来 龙奥算了算时间 这次前来火焰森林 大概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算是32天 也就是说 他和欧阳仲之间的约定已经过了 雷霆帝国 雷霆皇室 大殿 古博和赵卯 包括欧阳仲的脸色都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 龙奥会失约 没有前来应战 陛下 看来此子是害怕了 摆摆手 赵莽宁众帝说道 欧阳兄 以我对龙奥的了解 此子绝对不会失约 看来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古博点点头 说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此子必杀 陛下 我已经吩咐下去 全力寻找龙奥的下落 欧阳仲脸色一沉 说道 古兄 不如我们先灭了赤火镇龙家 还没有等欧阳仲把话说完 古博已经冷冷地说道 欧阳仲 我和陛下愿意帮你 是因为星云皇室乃是我雷霆皇室的附属 但灭赤火镇如此无耻的事情 希望你不要拉我们下水 欧阳仲被说得有些萌了 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怎么了 冷恒一声 古博说道 我们和龙奥之间的恩怨 不要连累他的家人 欧阳仲 当初你星云皇室对付赤火镇 本身就犯了重恶 我可以断言 要不是你还活着 星云皇室最多不会超过一年 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欧阳仲嘴里却不以为然 要不是被雷杰之力所伤 现在被灭的恐怕是龙奥和赤火镇 要真是那般的话 古博和雷霆皇室还会如此说吗 心里狠狠地鄙视了一番对方 欧阳仲并没有多说什么 欧阳兄 古兄的意思其实是告诉你 不管是身为皇室还是武者 我们之间的恩怨 不要连累赤火镇 毕竟赤火镇对于我们来说 实在太弱小了 免得被天下人耻笑 多谢陛下 看了一眼古博 赵莽继续说道 古兄 不管如何 都要给我找出龙奥 火焰森林 无名山洞内 龙奥足足休养了一天一夜 才重新睁开双眼站了起来 来到三具尸骨前 龙奥准备寻找一下所谓的锁神珠 对于天赤三族所找到的这件宝物 龙奥很是好奇 而这个时候 三具尸骨上忽然释放出各自的灵魂气息 感应到灵魂气息 龙奥吃惊地连退三步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三具尸骨 三道灵魂出现 站成一排 都是一脸的笑意 天赤三族 心里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龙奥还是很清楚的确定 面前忽然出现的三道灵魂 应该就是封印九幽地明珠的天赤三族 哈哈哈哈 很聪明的小伙子 不错 我们正是天赤三族 相信穴部上所记载你已经看过 一天一夜 我们并没有打扰你 龙奥反而冷静下来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要是天赤三族想要害他 根本不会等到现在 小子 既然你能够进来这里 相信外面的九幽地明珠已经陨落 九幽地明珠选择了自爆 点点头 天赤三族之中的齿君 想了想 忽然说到 交出你的身躯 我们可以放过你的灵魂 否则 原神俱灭 交出身躯 龙奥脸色瞬间一变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这一刻的天赤三族虽然都已经陨落 但始终都是盗祖舞者 就算化为灵魂 也足有帝皇巅峰的实力 甚至能够达到盗祖实力 这样的话 自己能够对抗天赤三族的联手之力吗 你不愿意 天赤三族冷笑一声 脸上写满了自信 要是平常时刻 三人一旦陨落 灵魂不是进入轮回就是立刻烟消云散 但正是因为所神珠的缘故 三人的灵魂存在下来 但就算如此 三人的灵魂只能存在于这个山洞之内 一旦离开山洞 立刻会烟消云散 天赤三族和九幽地明珠 还有龙伊利的情况完全不同 九幽地明珠和龙伊利之所以能够以灵魂状态存在 乃是因为被九幽地明珠的力量汇聚 所以才能够离开山洞独立存在 这些漂亮的灵魂